《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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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什么啊 在这边动啊 生活贵运 生活贵运 这都怎么办 在不来的时候 媳妇长命都没了 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太莫非了 你对我窗户冷酷热 我到底是情人还是 你干了这么恶心的事 你们家里知道吗 你出来提前打个电话呀 我为什么要给你提前打电话 好让你战略转移是吧 我转移什么呀 咱俩都分了 我用得着瞒你吗我 来来来来 我说你们俩没事吧 没事 你姑娘去当天你看 公外孕 丢不丢人啊 叶士蒙 你听好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两个分手了 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就这么简单 我们什么时候分手了 是好吧 搜冻饺子还有个保质期呢 你别闹了行不行 最后通电话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是一定要留在江城的 你来不了 龙山给你的拳脚 那条件 你能不答应吗 你们家什么情况 我不是不清楚 你妈能离开你吗 我不能让你因为我 离开龙山 那我还是人吗 是 我实习前一个月决定来 我是接了你电话决定来江城 不就是接受不了异地恋吗 我在这儿好好实习 好好工作 一样能把我妈接来 你少拿我妈在这儿说事 没说啊 喂 我马上走 滚 出去 我真没想到你回来 再喊大声点 正好把保安也叫了 总共考了半小时 还听了二十分钟琼瑶剧 你今天怎么这样啊 你偷听别人说话 你就是为了那个男的 才来江城实习的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 愚蠢 我告诉你啊 公外孕至少要四十天以后 才会被发现 你们不是刚分手一个月 你以为他真担心你前途 你说你蠢不蠢 我知道 他那么多坏人 你跟我分手之前就跟他在一起了吧 我跟他的事特复杂 我心里当时特别的乱 有什么可复杂的 你就是喜欢他不要我了呗 好吗 别叫萌萌 以后都不许你这么讲话 叶春萌为了挽回男友礼宾 下定决心离开家乡 来到男友所在江城的仁华医院实习 竟然亲眼目睹了李斌的背叛 李斌在一个月前 才跟叶春萌提出分手 但他的县女友却刚刚查出公外孕 而公外孕通常需要四十天左右 才能被检测出来 所以李斌此前一直在脚踏两只船 被安排进实习生宿舍的叶春萌 看着之前李斌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不仅回忆起他们的幸福过往 于是他来到李斌新女友的病房 却被李斌发现 急忙把他拉了出来 李斌表示自己只是不希望叶春萌为了他 丢下母亲离开家 所以才结束了异地恋 并询问叶春萌什么时候离开 走的时候好送送的 但他的虚情假意 早已经被叶春萌看穿 不得不说叶春萌这几句话怼得漂亮 渣男李斌也只能性性离开 而叶春萌扔掉了李斌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准备开启新的人生 接下来叶春萌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医院的实习中 却没想到他的实习导师 就是不小心偷听到 他和李斌吵架的周明主任 周明当时听到叶春萌 是为了前男友才来的人华医院 所以觉得他肯定不会安心留在这 你为什么来人华我一清二楚 从第一天起你就没有安身 我的外科不需要和前男友大半夜 在这又哭又闹也言情剧 这不是秀场是战场 不是你能待得住的地方 我的私生活怎么过 放不放得下前男友是我自己的事 就算我哭抽过去 站在手术台上拿起手术刀 我的手也不会抖 我叶春萌是全省第一名考进来的 怎么别人都留下来我就留不下来啊 不光要留在仁华 我还得进您的组 一个月以后的让您求我留下来 演戏呢慷慨激昂啊 等考进我的组再说吧 竟能凭借自己真正的实力 留在仁华医院 让周明拭目以待 叶春萌的宿舍搬来一个 同样来实习的富家女白小金 而白小金的继母正指手画脚的 让人把各种高档家具搬到宿舍 引来了同宿舍陈希的不满 平时他们连贴个明星海报都不让 这白小金都快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陈希找来老师里面 但老师却对此不管不问 于是白小金的继母更加嚣张罚惑 我们白家刚刚给医院捐了一千多万的设备 这院里啊 刚刚葛院长还问我有什么要求 早知道我就应该跟他说写张条 上面就写 我们白家想干嘛就干嘛 省得让我再跟你们这些阿猫阿狗的废话 陈希被气得说不出话 一同来实习的富二代谢南翔 为陈希打抱不平 他率领同学们气势汹汹的冲进宿舍 并挡在门口不让他们再往宿舍里搬家具 白富人立刻向老师表达不满 但谢南翔却选择硬刚 我听说有人在这儿吹牛 说院里摊他们家几台设备 他在这儿想干嘛就干嘛 陈希上上下下还得陪着笑脸 我们就是来看看 他到底是谁敢这么毁人话 我没必要跟你们解释 请让开 不行 我们学医的讲究的就是认真 你要是真有您的本事 您就让葛院长把您说的那话 给写一条子 就说我们白家想干嘛就干嘛 他要是敢写 我就敢把这条子给你贴门上 白夫人说不过谢南翔 于是找来了丈夫和院里的程医生 程医生十分圆滑 她先生安抚了一下白夫人 然后训斥了谢南翔和陈希 让他们别那么任性 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不就是点家具吗 这书柜吧 书柜是可以留下的 到时候你们也可以放放书或什么的 都有用 你们不用了 下一届可以生来 人家也可以用 就当希望工程了 那是个衣柜吧 衣柜啊就真没必要吧 你看他们这帮学生 在我们医院里边 天天都穿白大裤 你买多少好衣服呀 骚你东西 这灯不错啊 我看这灯可得留下来 挪个地方 挪到大家都可以照亮的地方 这不挺好吧 在程医生的一番调节下 百家同意把不能公用的东西搬走 而陈希和谢南祥也无可反驳 这边刚刚处理完纠纷 医院那边就打来了电话 江城市遭到了台风和大免机停电 造成了大量商人涌入医院 情况紧急 于是程医生叫来所有实习生 一起去医院帮忙 然而一直都是理论大于实践的他们 第一次来到真刀真枪的抢救现场 这群实习生都有些胆怯 陈希和谢南祥更是想要跑出去喘口气 却被程医生发现并叫了回来 程医生给他们拿来了白大罐 马上现在给各位分开工作 程老师 我们还是学生孩子不要了白 不是 你们穿上白大罐以后 你们就不再是学生了 你们是病人可以依靠的人 怎么了 读医书读傻了 读了那么多年医书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这一身白大罐吗 真刀真枪的时候都走了 叶春萌率先披上了白大罐 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程医生要求每位实习生负责观察一名患者 如果有任何闪失 就不准再继续实习 平时只学到理论知识的他们 面对鲜血喷咏的病人们 都有些不知所措 而谢南祥前一秒还在庆幸 自己分道的病人干干净计 但拿起听诊器 却发现病人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 立刻想要跑出去找急诊医生过来处理 然而此时一位身穿短裙的美女 却淡定的走了过来 并开始指挥谢南祥 准备缓甲膜切开复 错了 点服务手术刀 不想让他死就快了 也不知道谢南祥是单纯 还是彻底慌了 也不问问美女是不是专业医生 到底会不会紧急治疗 就开始为美女打起了下手 美女熟练的戴上手套 并蝙蝠擦拭病人的脖梗 开始消毒 然后立刻拿起手术刀 快准狠的 给患者进行了缓甲膜切除术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一刀下去病人果然有了呼吸 好像有呼吸 什么叫好像 我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 没有 谢南祥就听你的让 你哪个的 我师兄是怕你做好事不留名 想给你们科学表扬信的 你白的罐呢 是怕出了事没人担责任吧 我不是你们医院的 谢南祥一听都傻眼了 没想到同样是实习生 差距居然这么大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美女就是 那个拒绝了多个出国流血的机会 转人来仁华医院的白小金 而且谢南祥刚刚还因为 往宿舍搬家具的事情 跟白小金的爸妈吵过架 这时程医生和白小金的爸妈 也赶了过来 他们还担心白小金被急诊科的血腥吓了 这里太神人了 天天咱们回家吧 你不会忘了我是学医的吧 我们这不是心疼你吗 他们真的是心疼你 一大早就来了 把你宿舍都布置好了 我跟他们回去吧 你不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讨好我的人 但他们最后都没变成白胎 原来祥母还没得到白小金的认可 所以才费尽力气的 用装扮宿舍的方式讨好白小金 不过白小金仍然没领情 祥母刚想要去追白小金时 突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 一查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 面对即将出生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 白小金对祥母和父亲也更加反感 晚上白小金拎着行李箱 来到宿舍准备入住 不过她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立刻引来另外几人的不满 既然要过来住 能不能收拾你的大小姐脾气好好说话呀 我就是卖周老师的面子 至于别人 我没功夫也没兴趣的 我帮你抽点东西吧 别泡我东西我有钱屁 哎呀 叫什么呀 没让你赔 怎么有人喷了一身的香水 还有一股人渣味 那可是香港才有的限量款 你们确定不会后悔 要晚上偷偷点出来吗 周老师说我跟你们待不过三分钟 现在应该超过了吧 有钱就是任性 白小金白白损失了一瓶限量款香水 还有祭母送来的书柜和落底灯 出去租房子住 头八个月实习结束 你们当中想留在仁华的举手 那要看仁华值不值得我留了 就是说你们当中的百分之九十八 留在仁华是你们奋斗的目标 在经过了实习医生的入职医师后 这群人还将面临着分组考试 周主任告诉他们 每年的实习医生中 经过层层筛选竞争 最后只有两名佼佼者 能够留在仁华医院 我要你们好好看看 站在你身边的人 因为在未来的两年里 他们既是你的战友 也是你的对手 有时间在这跟我讨价还价 还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灭掉对方 他们很快就迎来了分组考试 而且是由周主任亲自出题 考试中他们每个人 都收到了一个不同的彩钞片 但叶春萌却傻了眼 他从未见过彩钞片 因为他之前实习的龙山医院 根本就没有彩钞仪 就连从农村来的刘志光 也在陪父亲去省城看病时 见过彩钞片 那就我一个人没见过 要不这么着 也不怪这学生 随便给他发一个B照片考得了 行啊 不过下次你提醒我 出考题的时候准备两套 一套龙山专用 另一套除龙山以外其他地区用 叶春萌听出周主任的言外之意 立刻表示不需要换考题 周主任则轻蔑一笑 等着看叶春萌如何应对这次考题 众人在外面准备 逐个被叫到考场里答备 而叶春萌开始在外面狂翻彩钞仪的说明书 谢南翔向陈希表示 仁华医院的彩钞设备 都是他爸提供的 所以他对彩钞仪了如指掌 于是陈希让谢南翔去帮帮叶春萌 不然他太可怜了 这回你求我去了 我要是被抓作弊的话 你得养我一辈子 养两辈子都成 得到了谢南翔的指点后 叶春萌马上抓住重点内容死磕 现学血脉磕磕磕绊地通过了考试 程医生又考了一下 叶春萌普通的B抄毒片 叶春萌不愧是全省第一 规范的毒片和正确的判断 都让考官们频频点头 而且他还发现了周主任在B抄片中设置的陷阱 呀 他不能做核磕共振 为什么 这个是惠星纬 设为多次超声波的内部混响 就是在提示我们患者 可能内置金属结育环 如果属实的话要先行取环术 不然在核磕共振的强词场下会出现问题 好了 你出去吧 周主任对叶春萌的态度始终很严厉 让叶春萌心里特美点 然而最终周主任却把叶春萌留在了他的所 今做的第一天 周主任就让他们观摩剖腹探查手术 但由于叶春萌扎头发的皮筋断了 于是他拿消过毒的手去整理头发 却刚好被周主任发现 刷过什么呀 刷过了 用刚刷过的手去整理头发 吴君贵的你没学过呀 谁让你披头三号进手术室 我不知道今天要进手术室了 以为顶多是参观一下病房了 我早上刚洗的头发 本来不想扎出印了 所以就用了一个松一点的皮筋 出去 我们大家都等着呢 我让你现在出去 别耽误我们大家时间 叶春萌被赶出手术室 他在门口显得十分沮丧 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他不想错过这次学习的宝贵机会 于是跟路过的护士要了剪刀 把自己飘逸的长发剪短了一大街 然后又重新回到手术室观摩 周主任终于同意叶春萌流响 看来叶春萌想要得到周主任的认可 还是任重而道远 这天是任华医院大查房的日子 所有实习生都提前到达了现场 而叶春萌由于起得太早 就在操场上看了回资料 结果不小心忘记时间 等他赶到医院时 就只剩下周主任没到了 比他们大几届的师兄李波 忍不住当众训斥夜春萌 并告诉他 在任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像这种大查房的日子 实习医生不但要比周主任到的早 而且必须比任何主治医生到的都早 迟到的人还要被罚 给他们所有人的水杯灌满水 你们老师就没教你要尊重上级吗 我在医院实习那时候 上级医生跟我说 我连眼睛都不敢眨 你要想在任华待一起 必须时刻提醒司机 实习医生是医院食物链的最底层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还傻站着 为了不影响查房 于是夜春萌开始手忙脚乱 往大家的水杯里灌水 周主任走过来的时候 正好被夜春萌撞到 水差点洒到周主任身上 看到夜春萌正在给大家打水 周主任立刻猜到 夜春萌第一次查房就迟到了 迟到被罚了 谁跟我打赌说能留下来的 咱们这赌约是什么来着 这不是还没到一个月呢 您真的没事吧 我没事 哎哎哎哎孩子也是很冷气的 主治医住院医进修医 最后才是咱 走吧 查完了房子 周主任提问手下的实习生们 肝硬化和肝癌的关系 如果回答的不完全 他们就全体留病房加班 结果实习生们相互配合补充回答 却仍然没让周主任满意 因为他们回答的数据过于笼统 并且搞错了论文发布的日期 你们给我听好了 医生回答问题不精准则无益 有时候还不如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不会误导 而医生误导是会要人命的 记住了 郑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留病房了 我那篇文章发表在前年8月看 而不是5月看 所以你们还是回答错了 下班以后全体去病房加班 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 下班以后叶春萌正准备吃泡面 早上刚训斥完他的师兄李波 特意给叶春萌送来一盒回锅肉 叶春萌赶忙推托不敢收下 于是李波谎称是周主任让他送过来的 他给我带一份 你们是不知道咱主任冷酷外表下的峡谷柔情 我跟你说我实习那时候 只要医者的身体 他就拿那止血钱砸我 吃掉了 三个妹也打一电话 随叫随叫 与此同时 谢南祥也从外面给叶春萌带了晚餐 见师兄李波对叶春萌献殷疑 他立刻安排陈希回宿舍打断他们的对话 陈希一直喜欢着谢南祥 但谢南祥却把他当哥们 陈希很不情愿的回到宿舍 李波果然立刻找借口离开 叶春萌看出陈希对谢南祥的喜欢 于是他跟陈希透露 自己对谢南祥根本没有意思 并且给陈希出主意 看谢南祥是否对陈希有益 排除法 把你从他的生活中排除掉 然后看看他觉得自己少了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位置啊 于是陈希故意在谢南祥面前 找即将出国深造的韦大夫合影 并表现出十分亲密崇拜的模样 还让谢南祥替他和韦大夫照相 结果谢南祥照出的照片 不是陈希正在闭眼 就是只照到一半身子 陈希也因此觉得 谢南祥的心里有他 今天第一次查题问诊考译 你们刚才抽到的号码 就是一会儿要问诊病人的床号 周主任第一次让实习医生来 进行独立查房问诊考试 结果这群人花样百出 谢南祥一副风流帅哥模样 查房问诊还不忘调侃女病人 并针对女患者看见帅哥就脸红的特点 进行医学论述 而白小金不改高傲个性 对病患说话仍然居高理想 这么早就责疼人 我比你早起两个小时我都没先折腾 你现在有病求我们这里还嫌折腾 从医学上讲脸红是正常的应激反应 很多男孩都喜欢脸红的姑娘 因为那会让女孩显得很可爱 周主任看完他俩的问诊 忍不住摇头离开 而这群实习医生 只有叶春萌是从病患角度出发的 并且用温柔的话语打消病患的遗例后 再认真给病患进行检查 这让病患和周主任都十分满意 而回到办公室 看到陈希在病例中记录的 是患者的脸型以及表情 让周主任有些不紧 而陈希却回答的振振有词 因为特定面容可以提示某些疾病 比如讲康面容和二节脉面容 那你告诉我锥子脸算是什么病啊 我那个病人他毫无特征 连个表情都没有 那我这一栏我总不能控着吧 再说了 那他万一整个下巴呢 那这不就成有用的信息了 查题记录不规范扣五分 背后一轮病人隐私扣十分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有了 十分扣没了吧 这次问诊考试 只有叶春萌写的病例 得到周主任的称赞 众人纷纷要求参考一下 叶春萌写的病例 叶春萌正谦虚着 却遭到了富家女白小金的质疑 他认为叶春萌是通过作弊 才拿到了第一名 谢南翔看不惯白小金污蔑叶春萌 于是就替叶春萌反驳了白小金几句 而刁蛮诚信的白小庆 生气的将一杯水都倒在了谢南翔的头上 并且把他做此推测的原因 当着大家的命都说了出来 因为在考试的前一天 他就发现叶春萌在查看大病例 在他们这些实习医生里 根本没几个主动看大病例的 而且叶春萌还帮师兄李波加了班 谢南翔听后一开始剑指叶春萌 众人不欢而散 另一位实习医生张欢宇 在吃午饭时主动找师兄李波请教 如何才能在实习结束后留在医院 李波向他透露医院可能会见一个肝移植中心 所以实习期间 把精力往这方面侧重 留院的机会就会更大 而周主任最有可能是肝移植中心的负责人 那周老师会优先考虑咱们仁华的学生吧 自己人吗 这个不好的 你们这些外校学生嘛都挺优秀的 黎晓晶也是萌对不对 竞争相当激烈 再给我拿个油条去 张欢宇回去立刻将考试的病例重新 而且特意提了一下 自己对肝移植方面的认识和见解 并表示要终身学习造福肝患者 周主任听后十分满意 然而张欢宇之后又话中有话 他表示自己不怕考试 就怕有的人喜欢搞小动作 这就失去了考试的意义 我倒是不怕您考 就怕一考完试 总会有人吐槽说考试不公平了 有人作弊啊什么的 大家都猜来猜去的 就没有人对考试本身上心了呢 谁啊 周老师我随便说说的 您别生气啊 说吧是谁 在张欢宇的天油加醋下 周主任生气的惩罚 谢南翔和白小庆连续值班72小时 大家自然而然的怀疑 是叶春萌去周主任那告的状 于是叶春萌和白小庆之间的矛盾 也因此更大 而张欢宇继续挑拨 叶春萌 你气息白小庆也就算了 跟你跑周老师那一告 把谢南翔都给打进去了 他冤不冤啊 我没套题 也没打小报告 你们 心里想的是什么 看到的就是什么 叶春萌觉得十分委屈 于是想去周主任那说明真相 但走到跟前却停了下来 想起周主任跟他说过的话 他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团结起来 于是叶春萌给谢南翔和白小庆 都准备了晚餐便当 白小庆他惹人特奇怪 今天下班我在卫生间碰到他 他说他来立假了 我说那我给你拿一个卫生巾用吧 他说我不 我要等阿姨来 给我拿日本原装的 他又在坑里那么蹲着 等着他们家阿姨来给他送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合不来 心机女张欢宇为了刘月明啊 跑到周主任那打小报告 揭露了实习医生小组内的不和谐氛围 导致谢南翔和白小庆 被发连续值班72小时 而且认为去打小报告的人是叶春萌 中人也因此孤立叶春萌 而他又假装拉拢叶春萌 先是称赞叶春萌的病例写得好 得第一名当之无愧 然后故意在他面前吐槽白小庆的另类 但叶春萌并没上当 他听说白小庆来立假 还要值72小时的班 觉得他很辛苦 于是特意跑了好几个超市买齐食材 做了一碗吃的红枣羹给白小庆送去 然而白小庆见到叶春萌 就开始冷嘲热讽 讽刺叶春萌又是来讨好 正在值班的师兄李波的 白小庆你是不是少说两句话就能死啊 你敢这么跟我说啊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又不是我们家大小姐 我为什么不敢啊 再说了 你还冤枉我作弊打小报告 我来看你就不错了 给你 黄鼠狼给鸡摆你 行 我是黄鼠狼没问题 你是鸡啊 来立假的时候生气肚子可更疼啊 你能不能躲开我这儿 我没空听你上生理卫生课 叶春萌好心荡成驴肝肺 也气得扭头就走 刘志光见到低头走着的叶春萌 打听到事情经过后 于是自告奋勇把红枣羹送给白小金 并劝解白小金 叶春萌是真心在关心的 然而白小金还是一副油盐不尽的架势 继续嘲讽叶春萌假装善良 就许他作弊不许我说 还恶人先告状 现在又来装善良 偏不吃不上他这档 白小金这里不是你家 谁也没有义务对你好受你欺 你别说叶春萌不可能是你说的奶 就算是他告状你被罚 那你也怨不得别人哪 你竟然吐个嘴上痛快 那就得付出代价 白小金一听觉得也有道理 于是支走了刘志光 默默吃下红枣羹 由于连续指了三天班 让白小青十分疲惫 她忍不住在开会时打了课睡 周主任见状立刻横批了她一顿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病例写的没问题了 你要敢这么说 现在就可以回去睡觉 我没这么说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没休息好 外科能有几个天天休息好 要受不了这份苦 现在可以走人 白小金连职了三个夜班了 您罚的 而且聚几天是他的立假期 这说到底还是吃不了苦 现在的值班室有空调席梦思 想当年我们夜班手术的时候 只能趁转台在地上躺几分钟 就已经很满足了 也没见谁抱怨过 叶春萌反驳周主任 现在时代不同了 并且只言小学生现在都不提倡体罚了 而且这样处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容易造成医生误诊 如此打疲劳战 罚的不光是他们 更是那些病人 如果医生不能保持头脑清醒 露看了片子上的阴影 或者露听了可疑的心意 病人都将为他们的错误买单 你知道你是在跟外科实习主管老师说话吗 我知道 所以您更应该听到真话 只留几天班了 第三个白天了 不过我没问题 你别听叶春萌的 他跟这事没关系 其他的人留下来看病历 你还有谢南翔 现在出去 周老师 你还要怎么罚呀 我说过要罚了吗 你们俩现在回去补教 还不赶快行动吗 然而虽然放过了白小金和谢南翔 周主任却不打算放过叶春萌 他拿出一摞国外干遗址的文献资料 让叶春萌在两周之内全部翻译完 叶春萌忍不住连连叫我 我白天还要实习呢 那你周末不是还有时间出去吗 我周末出去是因为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只想告诉你 在这点上 你没法和白小金、谢南翔拼这些人 也许早一天知道没有捷径可责 对你是件好事 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该花的地方 于是叶春萌只能老老实实照做 谢南翔为了报答叶春萌替他求情 于是花了一百多块钱开通的会员 给叶春萌的手机上下载了 医学专业汉语软件 让叶春萌事半功本 而张焕宇看到周主任 让叶春萌翻译这些资料 也猜到周主任有意留下叶春萌 程医生带着实习医生们 做缝合手术练习 其他几个人都做得十分熟练 只有刘志光做得又慢又长 正好周主任此时回来 十分严厉的给刘志光一顿批评 吓得刘志光不知所措 于是叶春萌再次仗义之眼 程医生见周主任要发火 赶紧把他拉了出去 你就别当老好人了 周主任谎称是因为昨天晚上喝了酒 并表示不会影响工作 其实他是因为女儿两年前因病去世 所以难以承受精神压力 导致了神经衰弱并且严重失眠 而且一直在偷偷吃药 他的妻子林念初是医院的儿科医生 两人的婚姻也因此名存是亡 被周主任狠批的刘志光非常郁闻 于是听从谢南祥的建议 从外面买了个生猪蹄 回到宿舍准备链缝合 却被宿舍管理李老师拦住 猪蹄被李老师无情拿走 让刘志光十分心疼 叶春萌得知他是想拿猪蹄练习缝合后 于是让陈希帮忙取求医院食堂的王师傅 王师傅是陈希家的邻居 所以破例答应刘志光在食堂 用一大盘的猪蹄子做缝合练习 但是四点前必须拆好线还给他 忽然会影响晚上开饭 然而刘志光在食堂练了一下 着急忙慌的有一个猪蹄忘记拆下 而这个做手的猪蹄还正好被周主任吃倒 他气愤的把刘志光叫到办公室 知道哪错了吗 是我求他的 他本来不肯来着 我真是替王师傅不值啊 你练了一盆猪手练来练去 这还是错的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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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是反截 这头猪幸亏没有抢救过来 要不然他一动伤口就会崩裂的 那怎么办 你是问猪怎么办还是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练呐 原来周主任只是恨铁不成钢 但却并未放弃这个勤奋的笨学生 第二天在查房时 周主任让刘志光给病人做腹部检查 然而刘志光这段时间被周主任骂怕 一时有些紧张 不知轻重地按下去 让患者十分痛苦 再次遭到周主任一顿责骂 还连累了他们的师兄李波一起挨吗 你平时怎么教他们 最基础的都不知道 其他部位体检是这个顺序 腹部体检听着什么呀 听长明音 那处诊会怎么办 您是怕我周的病人想上厕所 我说很亲的 处诊会影响长明音 所以最后才处诊 这些最基本的你都不会 你在学校的诊断学是怎么过关的 这要是再人话像你这样的 这门课就在给我重修 叶春萌本想再给刘志光求情 却被谢南翔拦住 然而出了病房 周主任罚刘志光到钢肠科坐职间 叶春萌终于忍不住又替他求情 说刘志光本来胆子就小 让周主任别老吓唬 我倒是忘了 我们租里还有一个爱路见不平把刀相助 行成全 刘志光不用去钢肠门诊了 谢谢周老师 他不去换你去 李波带他去 别周老师 刘志光你省点力气 下个病房我还要抽味 叶春萌代替刘志光去了钢肠科 结果这天来检查的都是男患者 叶春萌本想溜走 但周主任劝护士长看的 必须把所有患者都检查完 大爷您深呼吸放松 这样就不会觉得难受了 我准备开始检查了啊 大爷您刚才咳嗽了一下 您一咳嗽 盔肌就会收紧 你肯定就会疼 你欺负我不懂是吧 肯定是你的技术不行 以前派医生帮我检查 一点都不疼啊 咱们再来一次吧 我一定轻轻的 想都没想 我现在就去偷送你 忙完一天回来 叶春萌感觉手上的一吻怎么也洗不掉 谢南祥看到就将陈希送的香水 给叶春萌喷上 却引来陈希的醋影 你身上的香水味是谢南祥的吧 Fubbery the weekend 我前两天看陈希刚送给她的 这香水是陈希送她的 你不是跟陈希最好吗 你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来她对谢南祥的心思 还是说想闺蜜的男朋友最刺激 而白小金对小三深恶痛绝 所以闻到叶春萌身上的香水味 以为她对谢南祥有想法 于是冷嘲热讽她这样刻对不起闺蜜陈希 然而叶春萌刚刚被渣男前男友伤过 又怎么可能再喜欢上一个完事不公的花花公子 更何况她还是自己闺蜜喜欢的人 第二天一早 谢南祥又主动给叶春萌带了早餐 听说你昨天救了一些女病人 熬了一宿吧吃点东西 早知道我多买一份 什么你为难 不过陈希她肯定是吃过了 她呀就是那种巴巴等着汁堂开门的人 我也吃过了 这样啊那你晚上不要去图书馆吗 那我给你割一箱 那也不用了 叶春萌当众明确拒绝 让谢南祥觉得丢了面子 于是兴兴离开 之前还因此跟叶春萌闹变了的陈希 也瞬间明白了叶春萌的意思 然而谢南祥在叶春萌遮吃了闭门羹 却在护士站这边开支散烟了 在她的一阵忽悠下 在护士站值班的乔乔竟然扇离指手 跟着她跑出去看彩虹了 结果病房里的一个病患突然发病 险些酿成大祸 第二天乔乔被全院通报批评 并且被调离了护士站 换港到体检中心 还是院里看在谢南祥爸爸的面子上 才没把乔乔开除 但周主任这边不干了 非要把谢南祥踢出他的实习小组 你这是何必呢 我跟你说院里连责任护士都没罚 你说你搞这么大动静 你给谁看 我就把话搁这儿 我如果连自己学生的去留都做不了主 这大外科带主任我干他有什么意思 谁爱干谁干 而出了这件事以后 谢南祥就一直把自己繁琐在房间里不出去 乔乔看他这德行 也干脆不理他了 陈希和叶春萌怕谢南祥一绝不整 于是过来安慰谢南祥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周主任不要谢南祥了 陈希找平时鬼点子最多的张欢宇出主意 张欢宇提出 现在唯一能帮谢南祥求情的人 就只有周主任的妻子林念初了 这有天周主任刚刚给一个小男孩病患做完检查 程医生和林念初就跟了上 刚才看你教育那小孩 我想起来当年你闯了那个祸 要不是吴院长求情 竟你今天都穿不成一身白大褂 你还记得吗 你那会做病理实验 弄丢了一只带病毒的羊 结果找不着在巷灯口贴道上 这下把周围左右所有卖羊肉串的人都给急疯了 都要把你拉出去考了 还是吴院长一尖一尖的去赔利道歉 当时吴院长紧紧的握着人家的手装 今天请你原谅这个年轻人 十年以后中国将多一位优秀的大夫 我替他未来的病人谢谢你 周主任听出两人的言外之意 于是决定给谢南祥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 他找到正在操场上深问气的谢南祥 并且反向刺激的 富二代就应该去做富二代该做的事情 不要在医院里浪费时间和影响其他人 谢南祥一听立马来了斗志 我在生化混了五年了 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我一路考过来的 富二代又不是全都不上街 你敢不敢让我留下敢不敢 周老师那是激励你 你别说气话啊 就连你也看不起我是吧 那是我以前没努力 我要是努力努力肯定能把你们吓死 行从今天开始我就努力分发向上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想证明自己 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记住了 这次别再让我失望了啊 得知周主任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后 谢南祥傻傻的愣在原地 陈希也在一旁替他高兴 谢南祥将来能否成为优秀的外科医生 让我们拭目以待 开始之前 你们双方是不再考虑一下开庭前调解时我说的话 婚姻关系的确立和解除 那是很严肃的事情 他却不请警示签署一支法律文书 那么简单 我想不必了 请开始吧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没什么了 周明和林念初的离婚官司开庭 法官希望他们再慎重考虑一下 这段婚姻是否还有挽回的可能性 周明有话要说 林念初却表示不必考虑了 然而两人的离婚理由 还没有开始成熟 周明就在法庭上接起了电话 进门时 法庭没告诉你 手机要调到震动吗 对不起 这个电话我必须要接 这是什么话 现在是开庭时间 如果当事人都在法庭上接电话 让我们法官怎么工作也 对不起法官 他是大夫 法官大人 今天的婚看来是离不了的 医院来电话 有所幼儿园的小车出了车祸 我得马上回去 那我们儿可以要忙吗 既然这样 今天暂时休停 下次开庭时间 应先通知你们 两人就这样把法官戏弄了一番后 就匆匆回到医院抢救患者了 而周明在抢救一个 危在旦夕的小女孩时 却突然想起了自己 因为吃果冻窒息 并且已经去世的女儿 她的内心痛苦不堪 导致一时间精神恍惚 护士递过来的手术刀 也迟迟没有去接 眼见小女孩的情况危机 需要马上进行缓甲膜切开手术 叶春萌见状立刻戴上手套 接过手术刀 干净利索的给小女孩进行了手术 周明这时才缓过了神 这也是他当医生以来 第一次在工作中失态 于是下班后 周明再次找到林念初 我想说离婚的事 我同意了 之前他一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有些犹豫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太骄傲了 就像是两只刺猬 可以远远的互相欣赏互相关心 却无法相互依靠抱团取暖 女儿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牛带 而如今女儿去世 他们之间最后的牛带也断了 所以现在他同意离婚 让两个人都能获得解脱 并且拿出两张音乐会的票 邀请林念初一起去听 你要不去就便宜李波那号 连吉他和小提琴都分不清的乐吗 这是我最喜欢的室内乐团 他们又来中国了 既然赶上了 不给人家面子不好 你不是睡眠不好吗 加上白天那么辛苦 我也不是没陪你听过音乐会 就是中场休息不到你就睡着了 然后下半场刚开始 就被教会手术室那次 今天不会了 从现在开始我不是周主任 我不属于仁华和病人 我只属于我太太 我知道 就算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吧 周明陪林念初去听了音乐会 而且全程聚精会是没有睡觉 中途周明还试图拉了一下林念初的手 然而却被林念初轻轻推开了 听完音乐会 周明想送林念初回家 林念初却坚持要自己打车回家 谢谢你 今天晚上居然没有睡着 我发现用心听还是很容易听进去 你也不多穿点 你肩颈不好吗 弄得跟当初约会似的 还有点不习惯 我今天晚上很开心 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告别 再见周明 林念初走上前 主动给了周明一个十分柔情的拥抱 如果全世界都在这一刻静止该有多好 可惜两人仍然决定了离婚 刘志光先别管那个了 有一个被捕缝合 缝合 没搞错吧 不行目前 主任觉得你最近练的不错 让你独立操作一下 刘志光拿食堂的猪蹄练缝合 已经练了很久 于是周主任决定给他个实操的机会 在师兄李波的鼓励下 刘志光很熟练的打开缝针包 但一回头李波却忙着照顾其他病人群 刘志光瞬间又胆怯起来 而当他战战兢兢的拿起针 刚想要给病人缝合时 却被一同实习的白小精打断 你持针器加针这么靠前怎么下针啊 后三分之一处 书上是这么说的呀 书是死的 不同部位缝合要看手感啊 大夫你行不行啊 嗯你别着急 我在等那个麻药齐下的 你是要等麻药劲过了再下针吧 大夫你不行你就说啊 大夫大夫 病人疼得疯狂喊叫 说什么也不肯再让刘志光缝合了 于是白小精主动接手 替刘志光完成了缝合手术 第二天这个病人 特地给白小精送来几箱牛奶 和一封感谢信 谢南翔还当众拔心的内容念了出来 虽然我当时上了麻药 却依然能感到您那灵巧的双手 在我背上穿真一线 您虽话不多 却继续说到病人的心坎上 我特别好奇 你都说什么就说成心坎上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呗 他就随便一夸你就随便一听 不用那么当真 这啥有了啊 我再次感谢您挺身而出 使我避免了被那位刘大夫任意宰哥的命运 这人谁啊都对人干什么 可让人家这么信我遇迹了 不愧是 刘志光默默低下了头 过后他主动找白小精 请求白小精能好好教他一下 平时都是怎么练习的 以及如何才能在缝合的时候不紧张 但白小精却表现得十分不幸 西方医学是精英教育 你不是这关料酒别废着精 省得害人害己 可咱们医院走廊里还不是 怪这有志者施进城 其能捕捉吗 你几岁了 这种心理安慰你也相信 你要实在他想干就转内科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手太笨了 一辈子也当不了主刀 这样下去只能是自取其路 白小精的话深深的刺痛了刘志光 让他有了放弃的念头 同时也被带他们的周主任听到 周主任把白小精叫到办公室 而且还把白小精的名字 从医院的表彰名单里划掉了 白小精十分不紧 家庭副组的他 对奖品并不在乎 但却一直想证明 他是周主任组里面最强的 而周主任拿着病人写的感谢信 批评白小精 在手术台上他和刘志光不是对手 而是战友 对战友应该帮助 而不是冷嘲热 谁都有第一次 谁第一次都会紧张 推他一把他就过去了 扮他一脚 说不定从此以后他都不敢再试 他本来手就笨 咱们外科最终还得拿技术说话 他技术不如人 就得干拜瞎崩 就他那样 鸡一句手就倒 关键时刻还不吓尿了呀 他早认清自己也好 省得祸害人兴 那你认清你自己了吗 人有优越感不是坏事 但是你最好想想自己 为什么要当医生 别以为旧子服伤最酷最高级 就在这给我秀能力 我的嘴 不允许目的不成的人存在 白小金含着金钥匙出声 他高人一等的态度 让周主任也十分无奈 而刘志光被他打击后 但凡有点难度的工作都不敢再接了 一个外科实习医生 却跟着护士抢活干 叶春萌正想要鼓励他 白小金却气冲冲的把刘志光叫走 他拉着刘志光过去观摩一台手术的录像 是他们的另一个前辈 跟刘志光的情况很像 他平时只能做戈兰尾之类的小手术 科里好心安排他做这台复杂一点的手术 也算是一场考核 否则他就一辈子都只能割篮为了 然而做到一半 他却坚持不下去了 白小金想借此劝刘志光醒悟 早点换个科室 你想二十年以后也做主治吗 我想不了你 我只知道法国是要成为民好的医生 我没有退路 也不想后退 白小金没想到刘志光如此执着 下班后周明带着出刘志光以外的实习生 一起来到一块碑钱 告诉他们这是纪念人华上一任院长的 同时吴院长也是刘志光的恩人 当年吴院长支援西北时 唯一名严重纯恶劣的孩子做了修博术 免于他一辈子生活在别人一样的眼光中 从此这孩子发誓要成为像恩人一样的人 而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刘志光 大家听后都很受处懂 你不是要搞什么知之诱祸吧 没人知道你来吧 你来吧 赶紧把上衣脱了 这工具都用上了 这种口味啊 白小金突然主动邀请谢南祥去他的住处 而且一进门就让谢南祥脱掉上衣 令谢南祥忍不住遐想联听 随着白小金只是让谢南祥模拟他的病人 要不要这么暴力啊 谢先生您好 我是白小金大夫 今天由我来给您做身体检查 如果期间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不舒服 请您及时告诉我 这也太高血了吧 谢先生 如果不介意的话 请您叫我白大夫 那行白大夫 今天咱从哪查写啊 发育良好 皮肤光洁无愧 谢南祥被白小金弄得不知所措 急忙找借口就要溜走 白小金这才跟谢南祥说出他这样做的原因 原来是一位周主任批评他不懂得和病沟通 所以才借谢南祥当病人练沟通 谢南祥这才放心的陪他练了两个小时 练完之后白小金请谢南祥吃了炸鸡 谢南祥有些好奇 像白小金这样的高材生 怎么也会在乎仁华的刘月明 反正这美意的双手 时刻都准备被迎接你 但是我要争口气 我要让周老师知道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医生 他老说我只会给机器看病 没感情 不懂得沟通 你现在最有发言权 你觉得我刚才感情还充沛吗 咱俩沟通的还愉快吗 充沛 愉快 我就知道 咱俩下次什么时候来练 这事下次再说完 白小金的好胜心实在太强 只顾着单打独斗 而叶春萌借来了缝和手术的教具 陪着刘志光练习的一晚上 周主任在几天后 就要进行一场高难度的肝移植手术 由于患者的知名度较高 所以手术室只能进去一个实习生观摩 为了公平起见 周主任给他们留了作业 因为肝移植手术容易引起凝血功能紊乱 他们谁能拿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带谁进手术室 你们不是都想上手术吗 赶快给我拿出肾上腺素飙升的样子来 中人都开始各显其难 抛在图书馆以及问玄前本 叶春萌查到之前有个专家的发言 提到过甘肃和凝血功能紊乱的关系 他想查阅这个专家的发言 看看实验数据和操作方法 于是来到图书馆 正好碰到了白小金 白小金表示自己有文献数据库的会员 可以回家帮他查阅 叶春萌毫无戒心的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白小金 然而为了进手术室 白小金直接在叶春萌的设想上进行了加工 并且连夜做成方案发给了周主任 令周主任十分满意 并表示如果24小时内 没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案 就由白小金跟他上手术台语 中人走后叶春萌开始质问白小金 白小金 看你的性格不像是干这种偷鸡摸搞事的人 我怎么了 你答应帮我 对啊 帮你查了说到做到 不用谢 这个方案是我提出来的 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就报报给周老师 你这么做不觉得难为情啊 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思路只是一个方向 攻克艾滋病的思路早就有了 那艾滋病不还是绝症吗 周老师认可我 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有方案的上手术台 没方案的台价看 这就是外科的游戏规则 这是你自私的游戏规则 叶春萌被白小金的嚣张跋扈气道 于是发誓要找到新的解决思路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又找到一种中西医结合的方案 能更有效的控制凝血功能稳乱 然而图书馆的打印机突然坏了 于是他请求图书馆管理员 能让他留在图书馆一晚 并且将所有内容全部手写抄了下来 第二天周主任来上班 发现叶春萌已经累得在凳子上睡着了 手里还拿着他刚刚做好的方案 看着这个敢于拼命的学生 周主任改变了主意 让李波通知大家 这次他要带着上手术台的人是叶春萌 周主任同意让叶春萌上 白小金当场被气账 从此更把叶春萌当作自己的头号对手 爹生 你救救我老婆 老婆打出钱了 怎么办 很赖 他们说四个月可以银产 说没问题 就是因为你们人华院这号太难挂了 银产肯定有风险 就算在人华也是一样 最怕就是碰到这种一开始打包票的大夫 一出社就好了 这天人华医院来了一个银产大出血的孕妇 由于刚刚打过催产针 导致胎盘无法正常免出 所以需要全切子宫 孕妇的丈夫情绪十分激动 病后悔当初不该重男轻女儿选择打胎 医院很快就查出来 当时替胎儿鉴定性别的医生 就是周主任手下的实习医生李奇 周主任向来铁面无私绝不护短 于是坚决要把李奇开除 李奇临走前跟大家做最后的告别 并将自己提前给女友张欢宇买的礼物送给了她 本来这个礼物是要到你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的 还有两周 你拿着 一定要hold住了 千万别拆开 走了 张欢宇晚上打开李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发现竟然是自己之前跟李奇提到过的昂贵化妆品 陈歇打听到 李奇当时还收了病人家属五千元的红包 作为透露胎儿性别的报酬 张欢宇立刻意识到 可能是自己的血纹害李奇犯了错 她立刻去找李奇 表示自己宁可不要这名牌化妆品 并且她情愿自己走 也要替李奇跟周主任求情 不用你求情 我本来就做错了 你做错什么了 这不是你给他们做的隐产手术 他们自己周南清理清见人民 为什么要酸脑你头儿啊 我还是违反了医院的规定啊 周老师说的对 医院的规定都是雪的教训积累出来的 救人的另一面肯定就是害人 张欢宇只能带着怨恨 让李奇离开 并承认为了李奇也为了他自己 他一定会在仁华医院留到最后的 叶春萌写了手术观摩小节交给周主任 顺便替李奇再争取一下 却被周主任一顿训斥 能不能再给李奇一次机会 那个切了子宫的病人 愿意给他机会吗 我不是说李奇没有错 可是病人家属求他的 要不然他们干嘛包红包给李奇啊 有不是所有知道 胎儿是女性的家属 都会选择打胎 这是病人自己的决定 现在出事了 都推李奇身上 这公平吗 那也是因为他有私心在先 像这样的人 我现在不淘汰他 留到家来犯的错更大了 周主任说的没错 李奇从当实习医生开始 就胡乱收病人红包 将来很有可能走向更深的歧途 叶春萌却强辞夺理 认为他们当医生的 就负责治病救命 不应该替他们重男轻女的决定 承担罪责 那对夫妻重男轻女是他们的事 代价他们自己承担 可李奇作为一个实习医生 为了私立网顾医院的规定 不该罚吗 他犯的错误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人家要杀人 李奇就递给他们一把刀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李奇心里是怎么想的 有谁会不惜付钱 来打探胎儿的性命 李奇难道没有料到 他告诉他们孩子是女孩之后 他们会做些什么 他觉得这跟他没关系 很多事情我们了解的比病人多 有时候救人的背面就是害人 医院的规定都是血的教训 你们也没闹着玩呢 叶春萌无言以对 有些任性的摔满而去 自此以后 周主任对这群实习医生更加严厉 以免再酿成像李奇那样的悲剧 男友李奇由于收红包透露胎儿性别 被医院辞退 张欢宇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于是大家一起帮他准备了生日会 由于张欢宇和叶春萌 在生日会上都喝了不少酒 所以第二天师兄李波给他俩暂时安排到 医院里不太忙的输血课 然而张欢宇躲在实验室里偷懒的时候 却收到了李奇发来的祝福信息 张欢宇正专注于跟李奇聊天 结果随手一放 就把炫吊在了地上 他赶忙慌乱地捡起来 并随便插了回去 然而这样一个疏忽却酿成了大错 本来是RNH阴性血的病人 却被输入了RNH阴性血 导致出现了输血反应 幸好发现及时 病人才得以抢救过来 事情发生后 周主任认为 事故责任肯定出在输血科 让输血科主任回去好好关心内部智困 输血科主任十分气愤 回去就开始科内调查 非要查个水落石出 张欢宇在输血科听到消息后有些担忧 于是主动来找周主任 坦白错误却听到周主任和程医生的对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把关系口增加 早说你急诊手不需要被血的时候 有你哭的时候 被血都是有规定的 我看他敢公报四手刁难我 整天在院长办公室的时间比在科里还长 这样管出的科室不出问题才怪 你现在也别太武断了 这检验结果到现在还没出来不是 我就把话撂着 万一这是咱们课出的问题 我绝不互断 外科向来就是实事求是 我不能让他输血科看我笑吗 张欢宇看到周主任的态度如此坚决 怕遭到处罚 所以不敢再主动承认 于是他将标王春艳名字的徐养市馆 塞进了叶春萌的包里 小主任说吃完午饭以后 要开课室大会 说输血事故的事 咱们俩跟李老师说说 咱俩还是回外科吧 也对 咱们来这儿 本来就是打酱油的 家人多别扭啊 咱们先去走 让你包来 我帮你拿包 你的 孙春萌 这不是咱们外科 输血反应病人的血历案板吗 怎么在你这儿啊 这怎么在我包的呀 给我 你俩哪都不许去的 就在这里接受调查吧 输血科的人将血样进行了化验 发现叶春萌包里的配型血样 并不是王春艳的 于是周主任和输血科主任 一起来找叶春萌 王春艳是RH阴性血 可血样是RH阴性血 只有一种解释 试管上的标签贴错了 我是被临时调到输血科去帮忙 我就坐在窗口负责收血样 标签都是采血的护士 贴好了过来的 你们周主任 早就做过内部调查 说外科从采血到送样 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而且送血护士说了 昨天就你在窗口收的血样 整个输血科 除你之外 她没见到过第二个人 输血申请单收样人一栏 也是你的签字啊 您的意思是 血样过来的时候是对的 到我手里出错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手痒 叶春萌不可能这么做 但现在动机不是最重要的 而重要的是 所有的证据现在都指向叶春萌 那你说 为什么把贴错标签的血样 放进包里 这个动机我倒很想知道 不是我放的 销毁证据的动机 就是做贼心虚 你说的周主任 周老师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知道的 走吧 跟我回输血科接受调查 张主任 你们一点吧 我不去 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凭什么接受调查 你必须去 叶春萌被输血科带走调查 程医生告诉周主任 输血科主任已经建议院里开除叶春萌了 虽然周主任也觉得叶春萌是被冤枉的 但却爱莫能主 只能任凭叶春萌被停止反省 等待院里最终的调查结果 而一同实习的其他人包括周主任 都不相信叶春萌能做出这种事 但却苦于没有证据 师兄李波过来分配任务 陈希和谢南想请假 人手严重不足 于是叶春萌也想要帮大家分担工作 一无处来电话 过几天还要找你谈话 事故结论没出来之前 众人各忙各的叶春萌无奈 你还是先停止反省 李老师 叶春萌多细心的人哪 标签贴错这种事 怎么可能是他干的 您就别听他的事 你以为我乐意啊 这不一无处矫情吗 不管一无处怎么差 反正我自己也在差 应该很快就有证据了 刘志光你是不是闲的 众人各忙各的叶春萌无奈 只能独自跑到护士站去帮忙 却仍然被病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那不是给病房那位姑娘说错写的那个实习生吗 哎呀他怎么还在这儿呀 哎呀护士长啊 他又是帮我的药给弄错了 这个怎么办呀 刘志光见到叶春萌情绪低落 很想帮助叶春萌 谢南想也求他爸给院长打了电话 替叶春萌求情 到了晚上叶春萌 叶春萌辗转反侧 于是张欢宇假装宽慰 我知道你心里压力大 其实既然憋得这么累 为什么不干脆自首呢 你看那病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如果你主动去说的话 没准就从轻处理了 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又不是我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 这件事人牵连好多人了 你看谢南想为了你去找关系 被周老师给骂回来了 陈希都病倒了 这次考评肯定要受赢奖 不过最离谱的还是刘志光 他一个人都不认识 居然还想去调查 你也别光想着自己 大家为了你忙前忙后的 都挺不容易的呀 张欢宇颇有心机的一番话 让叶春萌也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大家 然而叶春萌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愿意帮他的竟然是 一直把他视为对手的白小精 见刘志光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胡乱调查 白小精决定给他指点方向 张欢宇紧接着叶春萌接触雪阳 他有最大的动机 而且他也有最大的便利嫁祸给他 最重要的是 出事以后 张欢宇没有替叶春萌说过一句好话 倒是你昨天说要调查他就急了 对对对 这么明显的事 咱们怎么一直没注意呢 刘志光瞬间觉得很有道理 他替叶春萌向白小精表达戏意 但白小精却丝毫不想领情 因为叶春萌是咱们组 我唯一看得上的对手 他就这么被淘汰了 我赢得太轻松了 没意思 白小精为了向刘志光证明 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于是在休息室教主张欢宇 并谈言自己已经发现 是他弄错了标签 让张欢宇抓住现在的机会主动成立 听说有人昨天去护士站 查这批标签是不是过期了 病房管理人人有责 查到没有过期还不相信 抱怨采购部的人吃回扣买次品 不然背面的胶怎么那么容易开胶 你想说什么 一个一直明哲保身的人突然跳出来 无非就是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 如果标签不脱落 你再贴回去的时候也不会搞错 放心 我能理解 换作是我也会恨透了那些 买次品标签的人 白小精 柯南看多了是不是 没时间跟你疯 有一天你会后悔 没抓住这个机会承认这一切的 张欢宇反驳白小精没有证据 所以坚决不肯承认是自己做的 看来非得铁证摆在眼前 他才能心甘情愿认罪 如果白小精的提醒后 刘志光也发现了 张欢宇嫁祸叶春萌的重要信息 因为他回复微博的时间点 正好跟叶春萌签收需要的时间吻合 然而面对刘志光的质问 张欢宇不但没承认 反倒十分生气 叶春萌让你拉我给他垫背对不对 真逗你们 你这条微博说的是离奇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你刚收到他的生日问候 你们是不是才通过电话或者短信啊 诶 我说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可从这条微博上 可以看出你当时心神不定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一分心弄错了标签 这么说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能把这么大的事 推到叶春萌头上 你看他带你受了多大的委屈 心安门你 我跟你说话呢 什么微博啊 什么离奇啊 什么12点58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张欢宇当着刘志光的命 直接删掉自己发出的微博 转身却来了个一概不成 证据没了令刘志光也无可奈何 叶春萌无法上一线工作 师兄李波让他先回去休息几天 但周主任却表示 他们外科不养嫌疑 于是把外科的杂活脏活 都交给叶春萌干了 虽然周主任嘴上对叶春萌十分苛渴 但实际上他却一直在院里保着叶春萌 才让叶春萌被调查了这么久都没被开除 然而医院所谓的调查 终究只是走个过场 最终背锅的人仍然还得是叶春萌 关键时刻还是头脑灵活的谢南翔发现了新线索 当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输错血的病人身上时 他想起来既然是换错了血氧标签 那么除了输错血的病人之外 应该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 于是他查到输血事故发生那天 在外科和输血科互掐时 有人偷偷去谷科告知护士 另一个病人的血型培养有问题 需要暂缓输血 当时事故原因未定 根本就没有人会想到 王春燕的不良反应和吴建群有什么关系 除非他早已经知道配型血氧有误 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人 肯定就是那个把输血血量搞错了的人 你们去谷科病房问过 这是你过生日的时候 别冲农送给你的吧 我记得你挂在钥匙上的 我们去谷科病房的时候 人护士说你冲冲的走 把这个落下了 他们就给你收起来了 张患一件事情瞒不住了 于是低下了头 而他心里一直悬在的石头 也终于落地了 自从事情发生后 他的内心其实也承受着更大的煎熬 我当时没考虑这么周全 因为我想着 千万再不能害一个病人了 你做得对 求你们一件事 别告诉李琪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担 他刚到新单位实习 一个人在外地 不容我 别再被我的事分了心 李琪和张患一这一对情侣 一个收红包透露胎儿性逼 另一个自己弄错眩 还嫁祸给别人 但却都是十足的恋爱能 处理结果出来了 张患一被退回学校 重新找实习单位 叶春萌得以重回外科岗位 临走时叶春萌去送张患一 用不着你送 我也不会跟你说对不起的 你别装了 你心里清楚咱俩都是一样的人 都有私心 都想留在这 你也不是没耍过手段 只是我这次的情况更严重 算我倒霉 倒霉 你害的那个女人可能这辈子 都没办法再当妈妈了 要倒霉也是她倒霉 我有我自己的底线 徐一的底线 你不是你自己想的那个样子 你把自己看低了 叶春萌仍然很感谢张患一 一直以来对她的照顾 她是从小地方来的 一开始都是张患一带着她到处溜达 我看你把这个扔床板上了 你不要了 我都扔完 叶春萌你没有眼力见 张患一哭着拿走了叶春萌 送给她的礼物 两人也就此告别 现在下班平准时 我的活都干完了 别想是同意我下班 徐一的想过朝九晚五的日子 是有几种可能 熬成大腕 彻底改行 或者打算从此换日子 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确定刷手服 口罩十分钟后 在手术室门口等我 由于之前张患一的嫁祸 叶春萌险被医院开除 在陈渊昭雪后 叶春萌终于又有了 跟周主任进手术室的机会 周主任很快就做完了手术 李波让叶春萌协助她进行缝合 但周主任临走时 却看到叶春萌用来缝合的针流了长血 于是她狠狠的剪掉三分之二的线 然后把叶春萌叫到了手术室外面 出去后周主任问叶春萌 知不知道她见一线的原因 叶春萌以为周主任还在为难她 于是满不在乎的回答 您剪掉我三分之二的线 也许是为了提醒我 周主任让叶春萌继续想 看来不回答正确是不准备放过她 叶春萌只好继续说原因 但都被周主任一一否定 直到她自己提到无军操作 才猛然发现 刚才自己的行为差点酿成大作 周主任又待叶春萌 去看了她另外一台手术 这个病人是蓝尾炎术后感染 本来是一次可以救治愈的简单手术 却因为上一个医生手术操作不规范 导致病人内部感染 还需要重新做清理修复手术 而这些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手术结束后 周主任提起张欢宇被开除的事情 认为在这件事上 叶春萌其实也有责任 大家都知道我是被张欢宇陷害的 这事您也能挑出我的错来 如果你能在第一时间制止她上班玩微博 而不是让她进操作间玩个痛快 如果你能发现她情绪的变化 而不把血样交给她 那后面的事都不会发生了 王春燕不用担心自己孩子未来的健康 两个科室不会相互猜忌剑拔弩张欢宇 也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 叶春萌觉得十分委屈 自己是受到嫁祸带人受罚的 不但被停职调查 还被别人家属骂 压力大的天天晚上连脚都睡不好 现在结果都出来了 却还是被周主任指责 那我不服气 原型毕露了吧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一个能乖乖认错 还心服口服的人 那是因为我是一个有正常是非观 羞耻感的人 我没说没有 但正不正常 不是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如果还想在人华外科干 对 我说了算 周主任为了锻炼叶春萌的毅力 惩罚她第二天一大早 跑完五千米再上班 于是叶春萌叶班连着白班 中间还跑了五千米 结果再一次在大茶房时迟到了 自然又被周主任一顿训斥 知道迟到了 就不能多花几秒钟擦擦汗 把自己食到精神了才醒来 这么狼狈不是让别人看着笑话 你这是白大褂 不是白抹布 一般连白班 中间还得跑一个五千米 能不狼狈吗 功夫成果会滴血糖的 撑得住吗 谢谢 哎哎哎 查房是看病人还是看他呀 周主任对叶春萌太严厉 连病人都忍不住替叶春萌求情 走出病房后 叶春萌觉得委屈 忍不住又跟周主任顶了几句嘴 于是周主任终于说出 他正惩罚叶春萌的原因 输血的事的确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一受委屈 就自尊心爆棚撂挑子的人 是一辈子也成不了大事的 更做不了合格的医生 医生最重要的是治病救人 是职业操守 而你呢 把自己的自尊心放在第一位 这是你最大的障碍 遇上魔鬼导师周明 既是叶春萌的幸运 也是他的不幸 周主任给叶春萌的惩罚升级 改成让他每天上班前 都跑五千米 并且如果觉得委屈 就再连续指两个夜班 令叶春萌有苦难也 刚送进来被KTV玻璃砸的 白果子 我有天了 白果子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有头晕恶心吗 你来睁开眼睛看一下自己 你是王小阳啊 有过目下次的拍过次啊 这天医院里来了几个 醉酒受伤的病人 上来就对叶春萌动手动脚 并叫让这张医院 给他们安排个大包间 而且还要漂亮的小护士 幸好师兄李波及时 赶到帮叶春萌解了围 叶春萌把其中一个病人扶了下来 却再次遭到他的调戏 调戏完还吐在了地上 让叶春萌既恶心又嫌弃 老半天也没把病人再扶起来 正好被周主任看到 处理完了病人 周主任不问青红皂白 对着叶春萌又是一顿屁 不想干了 我怎么不想干了 他刚才 他不是刚吐完才来举诊的吗 嫌脏了 那你去产房看看 哪件白大褂不是沾屎沾尿的 我看你是刚长门诊没带够吧 我怎么嫌脏了 我这一晚上 给身上涨了去流浪汗清过窗 给喝了滴滴味的小姑娘 这些我都没有看见 我只看见病人躺在呕吐物中 你却站在旁边无动于衷 这时师兄李博赶紧过来打圆场 并解释说这几个病人喝醉了 对医生和护士都不尊重 周主任却讽刺叶春萌真能干 现在连师兄都被他搞定了 估计以后他连写个病例都可以偷懒 叶春萌终于受不了委屈反驳起来 我觉得你让我进你的祖 就是为了苛刻我挖苦我 然后看我笑话吧 现在有人帮我说个实话都不行了 我要再在这待下去 就是一更大的笑话 我走行了吧 你可以走 但今天已经开始 今天的五千米别想赖掉 虽然再次被冤枉受了委屈 但叶春萌为了留下来也只能忍 到操场上跑完了五千米以后 还得回去主动给周主任道歉 想收回他刚才说要走的话 结果刚好给了周主任拿捏他的机会 你收回是你的事 我愿不愿意把你留下 那是我的事 你不会觉得过个嘴瘾 一点后果都不用承担吧 您打算怎么处理我 现在知道紧张了 我看你就保持这种状态 至少说话做事过脑 直到我想好你的去留 周主任表示任何时候 只要他想让叶春萌走 叶春萌都不可能留在人滑一分钟的 临走之前 周主任递给叶春萌一瓶口服葡萄糖 让叶春萌上班之前喝完 不然他这种脸色到时候会吓到病人的 虽然周主任嘴上十分严厉 但是行动上还是很关心叶春萌的 叶春萌也只能听话的喝了 周主任经过病房时 看到刚刚调戏过叶春萌的那个病人 正拖着一名护士准备动手动脚 这个我来吧 周主任 这种小擦伤不用您亲自处理的 护士没来的 我让你出去就出去 别走 周主任亲自把那个猥琐的病人 折腾的鬼哭狼嚎的 叶春萌路过听到也忍俊不尽 看来平时严厉的周主任 在学生受到欺负时还是互独子的 你看看这些病例 主心外科的门诊什么时候清醒过 就这年贿赂了一大杯拿起来去被立脱 求着他让他把咱俩叼过去 真是天地之宽都填不满 你缺了这点心 为了躲着点周主任最近的火爆脾气 陈希主动申请临港到乳县外科实习 并且戴上了谢南祥 让谢南祥十分尴尬 两人经过挂号台时 看到一个远道而来的老奶奶 由于没带手机 而且也记不住手机号 结果护士不给她挂号 还当众大声的呵斥老奶奶 于是在一旁排队的美女想要帮忙 麻烦您了先给老人家挂上吧 这电话号码以后监挡不悦不迟嘛 下一个把我的号给她 我跟你说话呢 大不了溜我的嘛 出了事联系你有用吗 你家捣乱 我打电话叫保安了 给我电话 出事我负责 你要是不给这位老奶奶挂号 前面拐弯处可就是医务处 老奶奶想去投诉你的话 我可不会来 谢南祥 哎呀月月 在谢南祥的帮助下 老奶奶成功挂上了号 原来月月是谢南祥和陈希的高中同学 她在高中时就是学校的小花 现在成了一名空姐 这次刚好来医院查乳腺增生 于是谢南祥在老师那帮她 申请了专家的额外加号 月月本以为自己只是小小的乳腺增生 然而在孙主任诊断之后 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 比超显示月月右侧乳房的肿块血液丰富 是否是恶性肿瘤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但从孙主任的触诊上来看 应该是良性的 陈希听医院里的人说过 孙主任的手比比超还准 劝月月不用太担心 做一下乳腺处诊增加感性知识吗 陈希你来 总块在右胸的外向线这里 感觉到吗 如果是良性的用手推一下 会有滑动的感觉 好像是在滑动 谢南祥该你了 怎么了脸红了 一颗已经是青年制的第六年了 妇科见习都去过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谢南祥每个医生都有第一次 我倒是愿意做你的第一次 月月表现得十分大方 并且主动地拉起了谢南祥的手 让她给自己做了处诊 不仅把谢南祥的脸憋得通红 还让陈希在一旁 狠狠地吃了口醋 月月的纤维流切除后 被送去病理科做欺骗火解 结果确实恶性 并且急取手术 拿到化验结果的谢南祥 不敢面对月月 于是偷偷来到天台上傻作 野春萌过来安慰她 病理分期一期 肿瘤小 木把片无盖化点 进行切除手术 有一定几率保留乳房 这不挺好一个结果吗 不要弄了跟天塌了的似的 上学那会儿 我们所有男生都不敢跟她说话 也不敢背后议论她 就是把她放在心里边悄悄地想 月月人又好又不傲气 就让我觉得我更配不上她 想想那会儿我还真是孙 怕你配不上的姑娘呢 叶春萌告诉谢南祥 月月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关系 并且通知孙主任马上安排手术 然而他们回病房的时候 月月的机长男友得知消息后 也赶到了医院 但却跟月月提出了分手 她认为月月故意跟她隐瞒了病情 难怪最近老往我妈家跑 想住院之前套老我是吧 亏得还没领证呢 你是怕我拖累你吗 你忘了吗 你当初说过我了我病了 老了丑了 说她缺个不少 她你都不会离开我的 我当初追你那么久 你现在怎么突然就答应了 你才得病了你知道吗 谢南祥听了忍不住冲了进去 奏跑了月月的渣男男 月月也紧紧地抱住了谢南祥 让陈希十分纠结 月月的手术被安排立即进行 陈希和谢南祥都申请进手术室帮忙 月月的手术十分成功 乳房也得以保留 然而在手术过程中 手术刀切开皮肤时 流出的鲜血却让陈希感觉剧烈肝恶和恶心 直接晕倒在了手术室 没错 作为一名外科实习医生 陈希居然晕醒 你刚才演的 可比真晕血症病人还小 我正愁诊断学考试 SP晕血症找谁来演 看来非你摸手 您觉得我是装的 不是第一次观摸手术了吧 为什么前几次都好好的 偏偏这次 我就说了你几句 说晕就不 或者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谢南祥吧 我可是看见了你看她的眼神 你以为一摔一晕 她就会把注意力回到你身上 太高估自己了 真以为穿上这白大褂 就能白衣飘飘养我相聚了 那是手术史 你们要不把这手术刀当回事 或者没把握拿好这把刀 就不配进手术史 不配干外科 更不配当我周明的学生 叶春梦赶忙替陈希解释 刚才她已经帮陈希测量了血压 确实很低 而且陈希面色苍白 也符合晕血的状态 但周主任更加不鲜 并调侃陈希 演戏演到临床 体征都不落下 真让人肃然起敬 我不是装的 这又不是光彩的事 我为什么要骗人 那行吧 下周开始 我跟你做系统透明治疗 不管是真病假病 好歹你出科的时候 别让别人说 周明代的学生居然会晕血 陈希也很郁闷 其实她的父母之前 都是外科医生 所以她从小就跟着妈妈 去急诊室值班 从来都没有晕过去 而上高中的时候 陈希让谢南祥 叫她骑自行车 但骑到一半 但谢南祥却因为女神月月被欺负 而突然离开 直接松手把陈希扔到了路边 陈希因此磕破了膝盖 从那之后 陈希也开始有了晕血的症状 陈希的爸爸得知 陈希晕血后十分心疼 埋怨陈希的妈妈 明知道女儿晕血 还让她抱外科 而陈希的妈妈知道 女儿如此坚持 全都是为了谢南祥 而谢南祥的妈妈 得知陈希晕倒后 也买了很多滋补品送过来 让谢南祥给陈希送去 并让谢南祥好好关心关心陈希 我和陈希早就分手了 我没理由也没义 我猜她是怎么想的 那你有闲心关心别的姑娘 但是月月刚做完手术更需要关心 你要管好你值得关心的人 我算是明白了 明年的医疗器械招标大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又是陈希她爸主持了 行 我待会就把这些东西 全部给陈希弄过去 我给她一五一十地说 就说这些东西是我妈让我给你的 她为了让你开心 因为你这一开心嘛 你爹就开心 你爹一开心 在这些招标会上 就会对我们谢氏集团高抬 贵什么 然而谢南祥这边答应完妈妈 转头却把吃的东西都拿去送给了月月 月月确实是个好女孩 她看出陈希对谢南祥的心意 于是劝说谢南祥多关心关心陈希 当初陈希为了谢南祥放弃了保送财党 硬是坚持选择上了一档 而周主任为了帮助陈希摆脱晕 故意在陈希面前喝番茄汁 如同血液般的番茄汁 立刻让陈希感到恶心 只能不停的竖口 之后周主任又让陈希双手浸泡在水池里 然后往水里面滴入红药水 陈希也哇哇大叫的逃跑了 谢南祥也来帮忙 她带着陈希玩血腥的格斗游戏 游戏中溅在屏幕上的血 让陈希忍不住扭过头去 却被谢南祥不停的掰管 结果被周主任和谢南祥折磨的次数已多 陈希果然克服了心理障碍 玩游戏把谢南祥都完困了 而且还给自己抄了一管血 真是堪称外科治疗史上的奇迹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看心理医生 你就是想借心理治疗 让我一次次回忆美美的事 让我永远内疚永远无法自拔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 你认为我是想折磨你 而且还处心积虑的 借别人的手来折磨你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想让我自觉自愿的 把自己捆绑在陈年救世里给女儿陪葬 周明的失眠越来越严重 导致她的脾气也越来越大 然而因为要经常做手术 她不敢吃精神科医生给她配的药 因为长期服用这种药 会影响肌肉的控制力 周明开车时还一时走神撞向了路上 林念初担心周明的病情 于是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 但治疗不成 周明指责林念初想让她 永远活在对女儿的自责当中 两人却再次因为女儿的事情吵了架 林念初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我把你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吧 对 倒省了我的力气了 好吧 既然下午已经请家出来了 就一次性把事情都解决了 你还想搞什么 周明离城的婚 却在这一下午离完了 之后林念初主动向医院申请 去大溪北园一半个月 城主人知道后急忙跑去挽留 担心林念初的身体 在大溪北园会水土不服 但对于林念初来说 现在只要不留在江城去哪都行 城主人气得又去找周明 像娘家哥哥一样来兴师问罪 并表示林念初一直在关心着周明 但周明却从来没想过要挽留这段婚姻 甚至连好聚好散都没做到 你们俩的婚姻我不管 我是局外人 我只求你一件事 如果你跟人离 你能不能给人一个好离好散的待遇 这难吗 你完蛋 我看你这人是无可救药的 你配不上人家你知道吗 你这辈子从来就没配上过人家 城主人被气得拍桌子离开 这件事以后 城主人因为两人离婚的事情 一直责怪周明 两个医院众所周知的好友 也变得生疏强了 半个月后城主人得知林念初回来了 于是主动给周明送去两张电影票 让周明陪林念初一起去考 电影师泰坦尼克号重演 让周明忍不住想起来 他和林念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林念初对他说过的话 杰克让Rose好好活下去 还说将来要生一堆孩子 可他明明知道 他描述的未来里面 不可能再有他自己了 水温这么低 Rose身上都湿透了 急温症用不了几个小时 就会养了他的命 就算杰克把木板给了他 他也会死的 你答应我 将来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离开我 如果没有你 什么样的未来都没有离开我 周明回想起自己当初无论是 陪林念初看电影还是听音乐剧 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 也很自责 但如今已经误使人非 自己也不好再去打扰林念初 正好这是师兄李波 让叶春萌来借缓登机 周明不想浪费电影票 于是当作这段时间努力学习的福利 带着叶春萌去看电影 和大城市的女孩不同 叶春萌根本没看过这部电影 今天来这都是怀旧的 估计早忙的 你独一份 我去买个吃的 我不饿 不是饿了才吃的 怕你一会看不懂啊 问我 我就拿这个堵住你的嘴呢 可能是为了弥补遗憾 这次周明全程都没有睡觉 叶春萌更是看得满脸泪水 而且看得动清楚 叶春萌还紧紧抓住周明的手 担心这两个主角的命运 看完了电影 叶春萌抒发了一下 对这部电影的感受 然而周明却立刻杀风景灯 提起了让叶春萌 血干移植小论文的事情 吓得叶春萌赶紧乘坐公交车溜走 叶春萌 在江城唯一的亲人姑妈 一大早上打电话让她帮忙挂号 结果号没挂上 还被黄牛盯上了 负责抓黄牛的安保认出 叶春萌是医院的实习医生 以为她是黄牛的内衣 于是把黄牛和叶春萌一起带到了保卫科 还通知周主人过来把叶春萌领走 让叶春萌无地自容 这是姑妈又打来电话 催问叶春萌帮没帮她挂上号 周主人见叶春萌为难 于是让叶春萌先带姑妈去门诊 然后等她打电话 结果叶春萌见到姑妈后 还被姑妈一顿数落 你们老师不是外科主任吗 挂个号应该不难吧 你看我们都坐了二十来分钟了 家姨很忙的 我没事 仁华的号呢是出了名的难挂 多亏了萌萌了 这就是家里有人在大医院的好处 你就说挂号啊 让我们自己大半夜的在医院门口排队 也未必能挂得上他们自己人 一句话的是 我也是先去排队 排到我就没号了 我才托别人 姑妈一边向朋友夭着弓 一边埋怨着叶春萌办事不灵活 还担心叶春萌到时候挂不上号 让自己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这时周主任给叶春萌打来电话 告诉他们直接去第一诊室 但让叶春萌赶紧回外科工作 终于安排完了姑妈和她朋友 叶春萌回到外科 却被周主任叫到办公室 她刚想要感谢周主任帮她姑妈安排门诊 周主任就让师兄礼伯通知她 她已经违反了医院的实习守则 实习守则上说了 不允许利用关系加号 并且要给她通报批评 叶春萌赶忙跟周主任抱怨 他们学医的实习生最不容易 二十几岁了还在身手管家里要钱 能给家人挂个号 就是对家人唯一的补偿 希望周主任不要小题大做 但周主任却表示 就连她出个门诊 四个小时可能都得看八十个病人 这样平均算下来 即使病人们无缝衔接 每个病人的诊断时间 也只有三分钟左右 一号难求就是中国大医院的现状 病人和大夫谁不是一肚子气 所以说当医生的最冤了 憋尿忍着渴 一上午门诊怎么着 全给号犯打工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刚才我给张大夫打电话要求加号 他有多不情愿 可是柯主任的面子不能不给他 你再想象一下病人们有多不情愿 本来他们每人有三分钟 现在因为加三了你姑妈的朋友 他们顶多只有两分五十秒 叶春萌听后连忙表示自己知道错了 然而周主任却坚持不敢 撤销他的通报批评 气得叶春萌反驳周主任 他这属于钓鱼指法 因为周主任不帮他 本来他也想要自己去排号的 叶春萌走后 师兄李伯也向周主任替他求情 有点太狠了吧 我这是帮他 他心软 下次别人再一球又没辙了 我总得给他一个拒绝的理由吧 高 主任就是高 你赶紧的 反正这恶人啊 是我当 李伯最清楚 周主任是刀子嘴豆腐心 户独子永远都是第一名 叶春萌陪陈希逛一下午商场 陈希送给他一瓶名牌香水 之前从没喷过香水的叶春萌十分喜欢 于是晚上他一个人在休息室边喷边臭美 却没注意到周主任也在休息室 看到叶春萌十分怪异 却很可爱的举动 周主任忍不住打断了他 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叶春萌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 一松手香水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让叶春萌心疼坏了 周主任赶紧拿来垃圾桶 并嘲讽叶春萌像是没见过香水一样 照他这么喷 就算今天不摔碎 明天这香水也得间谍了 碎瓶子拿着干嘛呀 还不扔了 我就不扔 你还委屈了 我让你扔是怕划伤你的手 我说过不能让你无缘无故请假的 你要真喜欢就把它拿回去 供起来上香吧 咱们当医生的 多闻闻消毒水的味儿了 当医生怎么了 当医生就不能当女生了 什么 当医生就不能打扮自己了 当医生就不能喷自己喜欢的香水了 医生要是都不分美丑 不分性别 那你干嘛娶林老师啊 你怎么不娶葛院长 这没大没小胡说八道什么呢 周主任见叶春萌真生气啊 也有一些不好意思的离开休息室 气得叶春萌冲着她的背影 连喊了好几声陪她香水 周末休息的时候 周主任去商场购物 来到一家她长去的店 直接跟服务员说出自己衣服的池脑 我想试一下三扣五尾礼服 黑色和灰色的48号 白色蓝色的礼服 陈衣各一件 12号半的黑色绒面皮鞋 再来一件风衣 双排扣的 衣裳不要超过88 好的请下等 等服务员拿衣服的时候 周主任正好看到叶春萌也在对面的店 她看到叶春萌 看上了店里的衣服 却又不好意思试穿 并且偷偷看了一眼架迁后 就匆匆离开 于是周主任走出去拦住叶春萌 喜欢怎么不试试 跟我来 小姐还是喜欢这一款吧 要不我给你拿一件零号的试试 零号她穿不了 得拿二号或四号 好的 我现在给你布置任务了 一会儿啊 你把这一溜衣服随便挑着试 但前提是让你自己跟服务员说 我又不想买 我把这都试一遍 不招人烦啊 我就是要制止你这毛病 把背挺起来 叶春萌在周主任的要求下 把刚才看上的衣服全都试了一遍 虽然过了拔椅 但是她知道自己囊中羞涩 到最后还是白折腾人家售货员 而周主任也在看叶春萌试衣服时 忍不住想起了前期林念初 叶春萌终于试累了 周明开始明知故闻 我看你不是挺享受的吗 喜欢怎么不买呢 不想买 为什么 哪有什么为什么 这么贵的衣服我穿不起 行了吧 你高兴了吧 试够了吧 什么都管 这事算在实习考评里吗 周明的本一是想让叶春萌更自信一些 却被叶春萌误会了 回到宿舍的叶春萌还在生气 这是个快递敲门送来了 她在商场试穿的那件红色封衣 显然是周主任买一下送给她的 叶春萌大大方方的 穿着红色封衣去上班 陈希和白小金看出了她的变化 衣服挺好看不像你品败啊 挺好看的呀 这个牌子能不好看吗 幸好不是山寨 我没法跟山寨货待遇你 白小金这嘴是真毒 不过叶春萌现在早已经习惯了 叶春萌找到周主任 想把衣服钱给她 周主任却谎称这是自己两年前买来 准备送给林念初的 但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 正好送给叶春萌生着扔了 你的大转架可应该有依德呀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们打翻了呀 你有完没完 这跟依德有什么关系啊 知道这词什么意思吗就瞎用 病是他自己得的 又怨不着大夫 白小金跟着周明出门诊 正巧遇到一位病情严重的病人 从之前的检查结果来看 病人已经没有再进行手术的必要了 但病人的家属不愿意接受现实 仍然对周明百般纠缠 白小金一向说话直来直往 几句话就把病患家属给说哭了 然而没过多久 记者就接到爆料过来采访白小金 而且还没搞清事情的真相 上来就对着白小金一顿指责 白小金大夫你好 我们刚刚得到爆料说您在门诊骂哭了病人 对方还是外地来求医的绝症病人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黑大夫的事你们一个电话就来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刚才说了 您骂哭了病人 那我为什么骂他 我怎么骂他 当记者那么容易啊 也不事先调查 知道点皮毛会扣大帽子再整个容 就能拿只话筒瞎说八道了 你说谁整容 没说你 你要是整完了还长这样 那可真是亏大 白小金霹雳啪了一顿 把记者呛了个够 然后就不想再搭理他们了 但记者却对白小金不依不饶 非要扒出点有用的新闻来 声讨白小金既然赶走了病人 那就是医德问题 白小金明白 他们今天就是来找查的 于是来这不拒 那我问你 医德的概念和内涵究竟是什么 我昨天晚上刚连周加了36个小时的班 今天早上依旧出门诊 4个小时的门诊 我们一共看了96个病人 按每个病人三张片子的平均数计算 一个上午我们光看片子就看了300张 从进门诊到现在 我们没喝过一口水 没上过一次厕所 治得了的尽全力 治不了的说实话 你听好了 这就叫医德 白小金句句话回应的铿锵有力 记者继续追问 说生命是宝贵的 他们作为大夫 动不动就说治不了 再怎么说病人和家属也是弱势群体 已经报受疾病的折磨 他们作为白衣天使 穿上白大褂就应该拼尽全力去治疗每一个病人 大夫又不是神 救不了你们每一个人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才百来年历史 治不了的病多了去了 丑话说在前面 这叫尊重患者的知情权 少拿百一千是哄人 我们穿上白大褂 你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了 还有少跟我提弱势 24小时oncle全年无休还一分钱没有 跟我们实习医生比弱势 你倒比一个试试看啊 白小金被采访的视频被剪辑后在电视台上播出 瞬间引起反响 之前送给外科医生紧期的患者 居然还要把紧期要回去 这下子不仅外科医生们的年终奖泡汤 还得大会小会的增加医的培训 这些实习医生们 也受连累排的白小金一起遭白眼和受访 陈希忍不住口无遮拦地抱怨起来 我们不像你 光图自己过瘾 你们也别再说她了 她心里肯定也不好笑 我好不好笑你知道 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有病吧你 现在有句她还肯帮你说话 我白小金用不着人帮 但是 谁让你从小有爹生 没娘养自力跟身惯了呗 陈希一句话刺痛了白小金 她忍不住走过去给了陈希一耳光 自此也让陈希对她有了很深的敌意 周主任想借机给实习医生们上一堂课 于是带她们来到ICU重症监护室 其中有一个男病人 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抢救 白小金再次补肚不快 两天就得抢救一次 脏器全面坏死 免疫系统崩溃 呼吸衰竭 疼得连一分钟都不能没有止痛痛 六次抢救 十一次病危通知 这样活着有意思吗 她不觉得麻烦 大夫还嫌没成就感 这时护士抱着一个婴儿过来 放在病人身边 并且给病人和婴儿拍了一张合照 这是病人刚刚出生的儿子 孕妇在怀孕35周时提前终止了妊娠 将孩子生下来 就只为了将来孩子长大 能有这张照片告诉孩子 她的爸爸曾经抱过她 这也就是这个病人 哪怕再痛苦也要坚持活下来的精神支柱 白小金听后终于有些受到感触 或许在这一刻 她终于明白了医生这份工作 赋予她的真正意义 不过在现实里 如果遇到像白小金这样的医生也不错 治得好就全力治 治不好就让患者另寻她法 不像有些医生 恨不得把患者的每一分钱都炸弹 最后却仍然表示无能为力 高速公路发生连环事故 仁华医院瞬间涌入大量伤者 正感伤血苦缺血 两名最严重的患者只能 先选择其中一个进行救治 周主任正在抉择的时候 恰好医务处打来了电话 看样子是给周主任下达了某种指令 于是周主任选择了法拉里车主 原来法拉里车主是个富二代 他的父母刚刚动用关系和超能力 搞定了医院领导 让造成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插队插在了无辜者的前面 而这位无辜者无邪可输 也只能被推到角落里听天游泥 幸好他遇到了刘志光 并且刘志光忍出 这个无辜者就是刘志光的老师 刘志光能有今天的成绩 离不开这个老师的帮助 后来老师为了还债才去跑运输 眼看着老师在继续出血 可能就撑不住了 于是刘志光和叶春萌决定冒险 四字采写输血给老师 却刚好被闯进来的白小金看到 老师给你输过血 不做配型应该没有问题 白小金刀子嘴豆腐心 他当即决定帮两人隐瞒 叶春萌赶紧去求成主任加抬手术 这时陈希露口 刚好看到刘志光捂着疏血的胳膊 正想要询问 却被白小金拼命拦住 陈希很不情愿的被叫走 老师的手术总算被加上了 但却生死胃部 法拉利车主的手术此事已经做完 他的父母拿着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 要感谢周明 正好被叶春萌看到 瞬间露出不屑的表情 周明看到后叫住了叶春萌 叶春萌立刻开启冷潮热讽模式 什么表情啊 吃苍蝇吗 没有 就是感慨 人家都说 车越好越保密 原来指的不光是车的性能 就算出了事故 进了医院 医生也是先救车好的 周明自然听出了叶春萌的话里有话 在外科工作多年的他 对于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 但却从来没有做过 违背原则的事情 周明向叶春萌询问另一位伤者的情况 叶春萌指责他在猫枯耗子甲自卑 因为那位伤者既没有病人家属给了信封 也没有葛院长帮他打电话 白大瓜穿久了你就会明白 老天是最不公平的 干我们这一行 本来就是跟老天对着干 我们没有全力决定谁该活谁该死 我们就一个标准 谁伤得重的话就先救谁 你可以觉得我冷血 这就是我的公平啊 听说那是刘志光的老师 你求程老师给加塞做的 你不是谈公平吗 这公平吗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 你去管法拉利的床 周明安排叶春萌负责法拉利车主手术后的监控工作 然而叶春萌听到病房里的护士议论着 这场事故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法拉利车主醉酒驾车 他的父母此时没在病房 其实是去交警队找人了 看来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叶春萌因此对这个富二代更加嗤之以鼻 甚至连富二代突发术后二次出血 叶春萌也视而不见 险些酿成了大祸 咖啡 煮了蛋糕 这是我特意跑去江边 吃了半个小时冷风 才等到你最喜欢那家店开门 见白小金了吗 你怎么连是谢谢也没有 谢谢 问你们 见白小金了吗 他在这边时 这些应该够了 就算我见你的 也是双倍奉还 所以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谢南祥在医院抢救了一夜的病人 陈希特地排队给他买了早餐 然而却被谢南祥转手送给了白小金 令陈希不禁醋意大方 陈希在医院走廊碰到刘志光的失误 听到她说自己没钱支付医药费时 想起了在昨晚的急诊中 刘志光违规给老师输血 白小金也参与了 于是陈希教唆刘志光的师母 到医务处抓住医院违规输血这件事不放 让医院给他们减免医药费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 也让刘志光和白小金被叫到医务处问话 但实际上那天协助刘志光输血的人是叶春梦 所以她也主动去配合调查 然而没过一会 白小金就被放出来了 呦 完事了 你没事吧 没事了 就说知情不报 让柯里批评教育 我早就说了 那他们两个呢 还在谈说他们是违规书写的主要负责人 考虑取消他们的实习资格 这么狠 白小金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全身而退 就像你满意了吧 终于除掉了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以后人化外科 就是你白小金的天下了 陈希你没事吧 跟你有关系嘛 痴情的发展有些出乎陈希的意料 她没想到白小金没被受罚 反倒是叶春梦和刘志光将被开除 于是陈希赶紧找到刘志光的师母 让她撤销投诉 但师母却表示 马上还有第二次手术 他们仍旧是没钱致敌 那么多的钱 俺到哪里去弄啊 眼下我只能吃顶你们了 那刘志光怎么办呀 俺管不了了 不是你对俺说吗 想把那个药费解决了 那下面的事情都不要紧了 老师啊师母 我那时 那你不能这样啊 刘志光处理是为了救曲老师的呀 那他再救一次 那也不在乎的是不是 陈希这下算是捅娄子 却又不敢告诉别人 众人都觉得刘志光的师母 背后有高人指点 不然不会对医院的规则了如指掌 陈希怕这样继续下去 自己给刘志光拭目之招的事情会败露 于是跟谢南翔商量用钱解决问题 两人虽然都是富二代 但零花钱也没有那么多 陈希提出通过院团委发起一个募捐 他捧着募捐向一个个科室的去募集爱心 谢南翔则拿着平板 在后面跟踪拍摄 视频也被刚做完手术的周主任看到 他们在休息室轻点着收集上来的爱心款 看到周主任进来却赶紧开溜 但周主任并没有想要责怪他们的意思 而是趁没人在的时候 偷偷往里面放了两万块钱 刚好被叶春蒙看到 钱卡在入口进不去 周主任急忙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就溜走了 爱心款很快就凑齐了 师母撤销了投诉 刘志光和叶春蒙也免遭开除 他俩还一起感谢陈希帮了他们 其实周老师帮的忙最大 那天我整理捐款箱 一开箱就看到两刀百元大钞 整整齐齐的躺在那儿 还没留名呢 你是周老师啊 你怎么知道 这还不好打听 周老师让李波去银行提了两万块 说是一朋友买房借钱 周老师哪有什么朋友呀 叶春蒙听后 不知不觉对周主任有了好感 总是偷偷看周主任的背影 查房时周主任问他问题 他就光顾着傻笑 晚上还忍不住在网上发了条状态 结果被谢南祥看到 有时候在最粗糙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最柔软的心 不会是周西斯吧 别刷这么快啊 我本来就是瞎猜猜 这下 你别是爱上他了吧 叶春蒙的心思被谢南祥猜得透透的 于是赶紧删掉了状态 对白小金的事挺上心嘛 你喜欢他啊 我喜欢白小金 真的假的 我居然说了 但是真的呀 先不说你们俩家庭情况差多少 他那个人千年的冰山 物也物不热 物不热是物不热 喜欢就是喜欢 农村小伙刘志光爱上了富二代白小金 叶春蒙觉得他在饭上 白小金这样一个连手帕脏了 都会直接扔掉的富家女 根本不会看上刘志光 但刘志光却已经喜欢到难以自拔 说什么也不肯轻易放弃 于是叶春蒙找到谢南祥 并表示马上就要实习结束 进行出科考试 在这关键时刻 最好还是刘志光断了喜欢白小金的念 叶春蒙这是把居委会大妈的活都干了 居委会大爷谢南祥更是有求毕 白小金的生日就快要到了 谢南祥提出要给白小金开个派对 于是拉着刘志光一起到超市采购 刘志光刚进超市的时候 还十分豪气的跟谢南祥表示要AA指 但是没过一会 他就走进了谢南祥的套路里 大折十二瓶连二百都不到 你去弄回车球 要来他们家买东西 最好都是当天买 你是不知道白小金 就他们家那爷阿姨 没把法国红波和瑞士大捆起司分开放 得炒鱿鱼 这有什么区别啊 这不就是猫和老鼠里面的那个奶酪吗 你看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呢 这真不算什么事 可是在白小金那儿也不一样 什么黄瓜没买有机的 葡萄酒没充分请酒的 还有黑松物顶替了白松物 那就算谋杀了 要他的命 谢南祥向刘志光描述着 白小金家的奢侈生活 并且还要拉他去隔壁高档西餐店去顶牛排 刘志光开始垂头丧情 他明白谢南祥这么做的用意 于是拿出了自己六岁时 患有重度双侧唇恶劣的照片给谢南祥看 并诉说是仁华医院已经去世的吴院长 给他做了十几次手术 才让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 让他不再自卑和脆弱 而刘志光刚见到白小金时 也和大家一样 觉得白小金待人很冷 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明白 他的冷是装出来的 他一定是被深深伤害过 才会躲在盔甲后面生活 只要用真心走进他的心 就一定会把他融化 刘志光的单纯打动了谢南祥 于是谢南祥不再阻拦他 反倒鼓励他表白 我就不敢斑斑弄虎跟你谈谈爱情 其实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的 美好的感情就应该藏在心里 刘刘 你这多大了还要玩暗恋呢 爱你在心口难开是吧 你要真是喜欢你就去表白啊 表白 还真是一直让他命的主 行了这事你别管了 哥们给你一条龙敷到底 谢南祥先是用足球比赛门票 让师兄李波把白小金和刘志光 排到一天夜班 然后又拨打前台电话 把白小金叫到一间空病房 白小金建病房没人 于是转身要走 刘志光却捧着蛋糕出现 还唱着生日快乐歌 现在是1月8号凌晨0.02分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想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 天长直播呢进来吧 我这不是看你们的蛋糕太大了 来帮你们忙吗 快来十个月 在一起 在一起 恶毒的情节一看就是你设计 这里都是刘志光想要对你说的话 快自己说 白小金我想对你说的是 我劝你最好别说 因为我会用最恶毒的话来拒绝你 你不会的 要不你试试 不是你这干嘛 我白小金的名字从来不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扯上关系 刘志光被白小金无情拒绝 谢南响无奈的安慰他 并替他吹灭了生日蜡烛 傅家女穷小伙的爱情故事 果然很难发生 先挑120 鼻翼煽动 全身子干 呼吸酒客 这得赶紧送医院去 这孩子不是我的 我跟他妈根本就不认识 由于刘志光从外科转到肿瘤科 白小金开车陪夜春萌去菜市场买海鲜 准备为刘志光搞个出客仪式 却遇到一位大妈抱着婴儿呼酒 白小金过去一看 婴儿的情况十分紧急 如果不及时送到医院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 但从大妈的描述来看 这个婴儿很可能是个奇婴 别看白小金平时对别人冷言冷语 见婴儿没人管 她抱过来就准备自己开车送医院 路上遇到堵车 白小金直接起车 居然穿着高跟鞋开车的人 换上了夜春萌的球鞋 然后抱着孩子不顾一切的植本医院 将孩子亲手叫到儿科大夫林念初的手中 立刻进行手术治疗 经过林念初和几个医生 三天不免不休的抢救 孩子的病情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按照医院的相关制度 其婴在完成急救治疗后 就该转交给福利院 然而白小金认为 好不容易抢救回来的孩子 现在还有败血症等症状 如果此时送到福利院 等于把他往鬼门关里推 不就是医疗费吗 我明天先打5万过来够不够 这不是钱的事 这里面的问题比较复杂 复杂 救人有什么可复杂的 白小金终于遇到了 花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为了能让孩子继续在医院得到救治 这群实习生在网上发布 寻找孩子母亲的信息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七婴一时间成了医院的烫手山羽 领导立刻让师兄李波 没收了实习生们的手机 关于这个七婴的去留 医院还专门召开了会议 隔院长坚持按制度将孩子送走 他所有的治疗都没有父母的签字 可他的妈妈说不定每天就出现 像这种父母 当初能狠心的抛下孩子 这说不定哪一天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跑出来讹我们仁华一笔 这种事情只要被缠上一次 但仁华以前做的好事 就全部一笔勾销了 虽然葛院长已经发话 但林念初还是力求留下孩子 他们儿科已经为了这个孩子 连续奋战了将近一百个小时 大家都管这个孩子叫奇迹宝宝 如果这个时候把孩子送走 那么大家的努力也都白费了 程主任劝说林念初 这件事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 但林念初也用白小金的话回答了程主任 居然有什么复杂的 葛院长见状 让周主任发表一下意见 但周主任却选择站在林念初这边 这件事有什么可讨论的 废老大也就是救回来 再推出去送死 哪个医生干得出这样的事 今天先到这儿 咋回 葛院长的脸色很难看 但周主任根本不在乎 林念初向周主任表达了感谢 而周主任却觉得是自己的学生们连累了林念初 白小金担心医院会把孩子送走 于是私自抱走了孩子 准备换其他医院继续治疗 并且故意让大家都找不到他 恰巧这时孩子的母亲突然出现 听说孩子被抢救成功 却被白小金带走 于是找到记者报道了此事 农夫与蛇的故事再次上演 白小金转眼间成了记者口中的人贩子 把孩子送回来后 还被带到警局调查 孩子的母亲更是因为此事赖在了医院 她把白小金送给孩子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并且瞒不讲理 坚决不肯撤销对白小金的控诉 这上家里有点迫切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给孩子买点东西 就算是补偿了 那是我亲儿子 那是从我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 你们这帮没当妈的丫头骗子 你们懂什么呀 现在知道是你儿子了 你儿子有病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亲妈 把她扔在露天广场上 那个时候怎么不是你儿子呀 怎么不是你肚子里掉下来的肉啊 要是没有白小金和林大夫 没日没夜的抢救看护 你现在就是一个生过孩子 没当过妈的丫头骗子 叶春萌和护士们都难以理解 怎么会有这种当妈的 只是孩子醒了 护士让孩子的母亲去喂他 这母亲却推说自己不能喂他 小白菜最需要的是母乳里面的免疫物质 他要喝惯了我的奶 到时候我怎么出去打工呢 哎你等等 你们给孩子配的什么奶粉啊 我跟你讲 你不能图便宜吃国产货知道吗 我会跟记者反应的 孩子生病就被他遗弃 回来后还被救命恩人们邀我喝溜 这母亲真是没有良心 刘志光来电话了 说小白菜的妈妈不肯来 凭什么呀 我们日夜给他看孩子 他到现在为止 医药费一分都没出过不说 连成谢谢都没有 这抢救过来他来要了 病情一触点变化他又跑了 这柔人的孩子我们怎么管呀 白小金在菜市场捡到的七英再次发病 并且突然昏迷 初步诊断 怀疑是肠后叠 需要立即手术 结果孩子的妈妈又跑了 如此反复无常的家属 然医生们也不知道 到底该不该救这孩子 程主任劝林念初 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 但林念初坚持要给孩子救治 并表示救回来他要领养 所以他现在是在救自己的孩子 谁也不用劝了 就算你要收养这孩子 你也得等人家不闻屁啊 过程时间你能知道吗 谁跟我上 林大夫 我当你的医助行吗 林大夫 我也想上 你们都考虑后果不考虑啊 周主任和叶春萌陪林念初 建了手术室 白小金和程主任等人 在外面揪心的观摩着 手术室发现婴儿室小肠套叠 并且套叠部位的肠管已经坏死 周主任让护士用热眼水杀破师傅 在决定是否切除 这段小肠 将近是孩子整部肠道的一半 如果切除 会导致发育落后 刘志光在外面请教程主任 这段小肠是否能保得住 程主任回答的含糊其词 他表示这段肠管只是有附所的迹象 但他毕竟是一个有问题的肠管 所以手术以后再发生坏死 那就会导致肠池发现坏死 有家属的签字还好 然而没有家属的签字 到时候承担责任的就是手术的医生 通常的情况下 如果发现肠管可疑性坏死 医生是有权利把它切下来的 就算这个病人今后得了短肠症 那也赖不着医生 说句不好听的 那赖这病人命不好 我知道现在大夫都有两套治疗方案 一套是对病人有利的 一套是对大夫来说最安全的 手术是里面的林念初 又何尝不知道这些 但他却果断地把风险留在自己这里 想要保住肠管 博孩子将来有50% 成为正常孩子的机会 程主任见林念初 要给孩子官府结束手术 立刻打开对讲机劝组 程主任在外面急得直跳脚 并责怪周主任在手术室里面 就由着林念初这么任性 然而就在林念初要给孩子官府前 周主任说他发现肠币上面有一些水 所以怀疑是肿瘤引起的长套碟 于是让林念初出去请一下肿瘤客的王主任 然而林念初刚出去 周主任立即吩咐助手们开始官府 原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支走林念初 独自承担手术的责任 一块手术记录这么起 林大夫和周大夫就是否保留 活力可疑的场馆发生分歧 10点19分 林大夫去请示上级医师 在此期间周美主任发现 场馆色泽逐渐恢复 建议保留并官府 指出记录没有以前吗 那出了手术室 就别再有第二个办法 走去 程主任在外面恍然大悟 于是出去找林念初道歉 其实他也喜欢林念初 但是跟周主任比起来 他却显得太自私了 然而程主任却不是坏人 他也希望林念初 能够看到周主任对他的好 就是说根本没有肿瘤 也不需要做会展 我得回去 哎哎哎 无论周明有什么办法把你哄出来 你现在都不能回去 否则的话 他所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 这本来也不是他的病人 又不是他的手术 凭什么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风险 如果他愿意 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做一件事情 你挡得住吗 你们这个周老师 就是不分魔不成活的性子 他只要一披上白大罐 我告诉你 他眼里什么也没有 就是他的病人 而且你看看他现在混 都混成孤家寡人了 你说 林念初呆呆的望向手术室里的周主任 周主任也刚刚做完官府手术缝合 然相识一笑 手术结束后 周主任向林念初解释 自己已经检查过了 没有肿瘤 所以就提前官府了 林念初没有追问 并表示他兜头 有事 表情不对啊 应该是惊喜的表情 你没看见我穿着做我的衣服吗 要不你记住从他一次 你教育我上去 没大名下 这风衣不错啊 这个牌子的经典款 我把你做我的衣服穿得好看 也是表达心意的一种嘛 至少给个评价吧 不能再胖了啊 不会吧 林念初从刚抢救过来的婴儿病床旁边 发现了周主任刚刚送过来的玩具 他高兴的赶忙追了出去 去正好看到叶春萌穿着周主任送他的 那件粉色风衣跟周主任撒娇 林念初十分失落的转身走了 叶春萌约周主任参加他们 晚上给刘志光准备的欢送会 周主任表示 自己从来都不参加学生们的聚会 然而晚上他还是出现了 看来叶春萌的面子还是挺大的 周主任放下了在医院里的严肃形象 跟学生们喝的挺欢 而此时林念初一个人 在病房发短信给周主任 他们刚刚抢救成功的契衣 被医院营养科的一对夫妻领养了 明天就要把孩子接回家了 如果周主任想跟孩子告别 他就在病房等周主任 然而林念初打了一个短后 都没等到周主任的回复 他猜想周主任是跟叶春萌在一起 于是开车来到学生宿舍门外 果然看到刚去晚餐的叶春萌 送周主任出来 这都怪你非得拉我来 现在完了刘志光都敢开我玩笑了 不好了 要是老不与时俱进的话 就变成老古董了 我就是老古董了 融入不了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才三十多岁就老 我觉得不老 而且老不老也不能只看年轻 那看什么呀 看长相吧 有心跟周主任附和的林念初 看到此行此景动感神伤 一边开车一边胡思乱想 结果撞到了路边的树上 但此时无奈的他 只能给程主任拨通了电话 程主任帮他叫了拖车 准备送他回家 但林念初却问程主任知不知道 叶春萌和周主任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为这 就为这你就开车分身 差点把命送掉 我刚才脑子里面乱哄哄的 我当然知道这样不对 婚都离了 他干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 原来我以为离婚以后 我们俩就各走各的了 我一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最近我发现 一出现意外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还是挺依赖他的 又看到他主动帮我承担那么多责任 就误以为他还没有离开我 林念初你问问你的心 你们俩还回得到以前吗 如果回不到 你这不是犯傻吗 离婚后的林念初有些自卑 他觉得自己生过孩子离过婚 作为女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而周明的黄金器材刚刚开始 既有事业又有自由 然而程主任却告诉林念初 是周明配不上他 而不是他配不上周明 并且对林念初说出了 憋在心里十多年的话 当然我承认我说的晚了 可是当年我想跟你开口的时候 你已经成为我最好朋友的新娘了 后来我就在想 算了 这不挺好的 你找到了你的幸福 我也就安心了 我就把这些话烂在我自己肚子里 可是今天我看到 为了他而纠结 又把车开到马路亚子上 又撞书差点丢了姓名 那我就不能不说了 因为我不能看着我默默守候了十几年的女人 受一点委屈 林念初你觉得我们俩能试试 哪怕这是暂时的 林念初被陈主任突然告白 有些不知所措 他急忙抽回了自己的手 陈主任也没再抢求 默默地把林念初送回了家 医生我的心脏怎么样啊 叶姐姐怎么还是听不到啊 来 你的胶 我们的心脏没有长在正中间 要向左边一点点 婷婷你是蓝美炎柱的院吗 嗯我早就手术过了 袁大夫说我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叶春萌在儿科陪一个 因为蓝美炎住院的孩子玩听诊游戏 却无意间发现这个孩子的心脏有杂音 所以怀疑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于是叶春萌让刘志光拿来孩子的病名 上面却写着心脏一切正常 刘志光知道叶春萌的听诊技术很好 但这毕竟是儿科不是外科 所以刘志光劝叶春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毕竟他只是个实习医生 其他科室的医生不一定能容得下他挑战权威 然而叶春萌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于是带着孩子到周主任的办公室 等周主任下手术后帮忙诊断一下 刘志光把儿科的袁医生也叫了过来 叶春萌把事情原委说出来后 袁医生果然认为自己的诊断没错 都来周大夫这儿了就让他看一下吧 你的意思是我做了五年还不如你一个实习生是吧 你别拿周大夫跟我搪测啊 听听走 正好此时周主任回到办公室 他给孩子做了听诊之后 先是批评了叶春萌 不该没通知袁医生就把孩子带出病房 一定制度观念都没有 同时竟然怀疑他有心事间隔缺陷 就更应该注意他的运动量 袁医生以为周主任站在他这边 还补充嘲讽了叶春萌自以为是 然而周主任全让他自己再仔细听一听 事实证明叶春萌的怀疑是对的 你们就是三四类间收缩期受损吗 这根本听不出来啊 是很微弱 患而肺动脉高压严重 导致分流量减少 原先明显的收缩期杂音就会减弱或消失 可是主诉里面也没有提到有关心当的不是啊 婷婷的父母从小就在外面打工 是跟着多病的外婆长大的 一般留守儿童都坚强懂事儿 其他孩子兰尾炎来了医院不都满地打滚 婷婷来的时候脸都白了 还一直安慰外婆说不疼不疼 孩子是怕外婆辛苦 能扛的事儿的都不说了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袁医生却还在狡辩 不敢承担自己的错误 并把责人转移到叶春萌身上 要是人人都像叶春萌这样 把手伸到儿科这么远 医院还怎么正常运作 周主任见袁医生死鸭子嘴硬 于是立刻替叶春萌开嘴 我最恨那些出了问题不检讨自己 光顾着往别人头上扣帽子 我要是挑你的菜 一个夺乌龙的漏诊 而且是被我的实习生看出来 周老师 你马上带病人去做全套检查 尽快确诊 制定治疗方 只要把病人妥事安排了 刚才的事儿 我和叶春萌不会多说的 袁医生有些不情愿地 带着孩子离开办公室 此时周主任才开始 关起门来教训叶春萌 夸科 悦及家告状 这样极其容易造成 科与科之间的矛盾 让叶春萌好好反省 但叶春萌却表示 应该反省的是 疏忽犯错的袁医生 就算是他犯错 别人也会找到科里的 我怎么觉得你的胆子 是越来越大了呢 周老师教得好 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再见 叶春萌是彻底 跟周主任混熟了 走到办公室外面 叶春萌还在回味刚才周主任 拼命维护她的帅气模样 叶姐姐我怕 别怕婷婷 睡觉起来咱们就好了 嗯 我刚刚跟外婆说过了 只要叶姐姐在我就不怕 因为叶姐姐是不会骗我的 她全身麻醉了 让她放松下来 叶春萌在儿科发现 刚治疗完蓝尾炎的婷婷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被漏疹 于是林念初给本来即将出院的婷婷 重新制定了手术方案 然而婷婷却因为术后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众人对此都十分惋惜 法罗是四联症 要做诱使输出道德 流通手术 就必须要切除肥后的心肌 从而导致心肌功能受损 心肺功能能 以前这种情况术后常见 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快 孩子太小 承受手术能力太长 婷婷的外婆难以接受现实 在手术室门口哭闹 林念初决定第一时间去面对家属 周明提醒林念初换下手术服 因为衣服上有血迹 会刺激到家属的 并且陪她出去一起面对 叶春萌来到婷婷之前住过的病房 回想着婷婷之前对她的信任 心痛的难以自拔 她十分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听出来 婷婷心脏的杂音 或许至少婷婷现在还活着 儿科的袁医生也对她有很大的意见 这件事情对叶春萌打击很大 她故意躲着周主任 怕周主任带她上手术 周主任硬拉着她进手术室 她却连胆囊稀有 都不敢动手踢除 于是周主任接过手术刀 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手术 术后周主任批评了叶春萌 她这就是赤裸裸的逃避 是 病人死了 那你打算以后再也不碰手术刀了吗 我告诉你 这只是你第一个 以后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不到你封刀退休那天 你永远不知道 你的死亡名单上 到底会有多少个 你怎么那么残忍啊 我们是医生 又不是刽子手 哪一次医疗的进步 不是以千百例病人死亡为代价 我们拿手术刀的 要正视病人的死亡 承认失败 才能避免以后在病人身上 犯同样的错误 我可以允许你犯错 但我不接受你这种 没有准备好的态度 这是附近的小区 发生煤气管爆炸 医院进来一大批伤员 周主任带叶春萌 去抢救一个19岁的学生 正当叶春萌 要给学生做心内注册时 这个学生已经停止了呼吸 周主任立刻让护士 把学生的尸体推出去 准备救治下一个病人 然而叶春萌却再次犯伤 有些迷惘地走出去 正好被学生的家属看到 并且拿他当出气筒 幸好谢南翔及时赶到 拦住了家属 但家属却没打算放过叶春萌 并污蔑他是因为没受到红包 才放弃了对病人的抢救 我知道我儿子怎么死了 他那天在走廊里 因为我没有来是不是 因为没有人给你们钱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不救他 就让你这种小青年拿来 猎手对不对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有钱 家属无理取闹 还要把叶春萌和医院告上法庭 卫生局纠锋办 已经找葛院长谈了话 于是葛院长召集院里 所有的权威主人开会 对这场爆炸事故就原因 即表彰也惩罚 周明故意没带叶春萌出席会议 怕他提前被这修罗厂吓到 葛院长当众要求周明说服叶春萌 去给家属道歉 周明对叶春萌百般为伙 宁愿自己去给家属道歉 但这时叶春萌却突然来到会场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丝毫不给院长面子 我不会去道歉的 我没错 你就是那个女学生吧 怪不得把家属惹成这个样 虽然我只是个实习生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底线 人没救下来 我比他们还难受呢 但我没有治疗失误 也没有因为没收到红包 故意的拖延或者不认真 你是外校考来的吧 你知不知道实习考核 要有病人满意 无从管理这些硬质标 不是让你停滞反省吗 你跑出来干嘛 看什么看 还不会去写检查 周明怕叶春萌惹 于是立刻赶走叶春萌 总算缓解了事态 之后周明替叶春萌去向家属道歉 令前妻林念初觉得很不可思议 以周明的性格 怎么肯替一个小实习生受 去为一些自己压根没做过的事 向病人家属低声下气的赔礼道歉 看来自己还是败给叶春萌了 周主任为了缓解事态 不让他被开除 所以当众让叶春萌回去写检查 但叶春萌却觉得自己没错 别别扭扭的写了半夜检查 却被师兄礼波一顿埋怨 说叶春萌的任性让周主任和整个外科都替他背锅 气得叶春萌脱掉白大褂就要走 干活病人家属骂 回来老师骂 听出来了 你不是觉得我连累大家了吗 行 我不干了 你干什么态度啊 叶春萌回到休息室 收拾自己的笔记资料准备回家 陈希拼命拦走 叶春萌却表示 自己已经对医院和病人喊了心 好像救活病人就是应该的 救不活病人 什么屎盆子都得扣在医生头上 周主任也得到消息迅速赶来 从我手里发出去的白大褂还从来没被人扔过呢 我一直以为你是最有韧劲儿 清楚自己为什么学医为什么来仁华 谁知道我看走眼太让我失望了 我当然清楚我自己为什么学医 不然现在也不会这么崩溃 您对我失望 我对仁华还失望呢 这么拼命 这么使劲儿 到头来还是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 这么重的怨气 可别熏坏我们仁华的白大褂 正准备走 我才劝得有点松动 您这是专程来砸炒子的吧 外科本来就是高淘汰率 需要劝的人是留不住的 走了也不可惜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不能 医院传闻要撤掉周主任的大外科 代理主任一职 但周主任确实毫不在乎 反倒是十分担心叶春萌离开仁华 于是周主任来宿舍 找准备打到回府的叶春萌 非要拉着他上一台外伤手术 被刀刃刺伤的伤者 本来准备正常止血缝合 但在进行麻醉诱倒后 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叶春萌对伤者进行了十分钟的胸部 按压也无效 同时他也回想起之前那个病患对他的指责 然而最后叶春萌还是克服了心魔 当即提出开胸 周主任给伤者开胸之后 让叶春萌亲自上手清除心包机器 然而二十分钟过后 伤者的心脏仍然没有腹跳 护士提醒周主任叫停手术 这个五分钟 要换人吗 我可以的 我给多少外科大牛擦过汗 今天我就破例一次 来给你的小实习医生擦一次汗 谢谢学姐 跳了 跳了 九点二十七分 心脏腹跳 叶春萌亲手把伤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那种喜悦也让叶春萌找回了 当一名好外科医生的信心 同时家属们也对叶春萌十分感谢 无论如何也要让伤者康复后 任叶春萌当姐姐 也让叶春萌有了莫大的成就感 怎么样 这就是医生特有的快乐 从死神手里把人拉回来的成就感 是其他职业所不具备的 嗯 是的 我不能保证这种体验经常有 但对有的人来说 以此足以一生无悔 看到叶春萌有了留下来的动力 于是周主任继续白捕 非要让叶春萌求他 才肯让他留下来继续跟自己学习 林大夫 等急了吧 走吧 走啊 你们程老师脸皮薄 以后可别这么逗他啊 看着叶春萌和周明越走越近 林念初对复婚也不抱希望 于是他试着接受成主人对他的追求 并主动约成主人吃饭和听音乐剧 令等了林念初十五年的成主人受宠若惊 但也让周明有些吃醋 埋怨成主人潜伏在自己和林念初身边 当了这么多年的备胎 我是不够珍惜 没能让念初幸福 看你的 你不觉得你更可怕 我怎么了 十多年来能念旁观我们的一切 不恋爱不结婚的 家里催急了 顶多不嫌不淡的去乡几次亲 现在我算是明白 原来是在等我出错 等我的婚姻出现问题 你是有多腹黑才能潜伏这么多年 其实离婚后 周明仍然一直关注了前妻林念初 但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关心 而林念初也同样如此 他主动约出叶春萌一起喝饮料 并表示当初周明为了工作全身心投入 很多年都没回家 周明的父母甚至在病危时 都没让人通知周明 等他拿到医师执照后 第一次回到老家才知道家里已经没人了 所以他才那么看中手术刀 从前的周明把工作和私人情感分得很轻 并且指认制度不认人 但是叶春萌和这帮实习生来了以后 周明已经变了 多次替他们承担责任 尤其是为了叶春萌 做了很多他从前不可能做的事情 手术刀就是他的命 仁华就是他的一切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一定要像艾希自己的眼睛一样 艾希他为之奋斗了十几年才得来的事业 维护他在病人和同事心目中的形象 周明是个简单的人 就算要利用他 也请不要伤害他 两人不欢而散 不过林念初看出 叶春萌对周明是真心的 也就放心了 程主任不仅成了林念初的新男友 而且还在医院里取代周明大外科主任的职务 然而这天他接到葛院长的指令 让他去劝劝林念初 在自己手下已经有四个实习生的情况下 在接受白小精作为他的学生 因为白小精的父亲 一直以来对医院赞助很多 虽然程主任百般推辞 但还是答应了葛院长试一试 于是在两人本来很融洽的吃晚餐时 程主任委婉地提到此事 却引来林念初的一脸不悦 他一直以来最讨厌别人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 葛院长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可以通过你来操控我了 葛院长毕竟是医院执掌 你不好为这点小事博了人家的面子 那你就不怕博我面子吗 以后让他怎么看我呢 你是不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怎么看我 别的咱先不说就说咱俩交往的这些人 本来是一个正大光明谈恋爱吗 可你呢一天到晚偷偷摸摸 我们是躲完了血整躲护士 躲完了护士还得躲周明 这叫谈恋爱吗 这跟你搞混乱情差不多吧 程主任终于爆发了 他问林念初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周明 所以没法投入感情 林念初没法回答 只能喝酒沉默不语 晚上他彻夜难免 思来想去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了程主任 并且给他带了早餐 令程主任再次受宠落惊欣喜若狂 林念初终于还是说出了最残忍的分手 他这段时间因为离婚失落 所以把程主任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样抓住 但他现在明白自己还是不爱程主任的 程主任不希望看到林念初为难 于是他尴尬接受现实 并祝福了林念初能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 然后拿走了林念初送来的早餐 独自一个人去上班 白小精转到妇产科后 替正在做手术的王主任做门诊 却正好赶上自己怀孕的后妈 身体不是过来产检 于是白小精让后妈做了一系列检查后 立刻指出她身体不适的原因 不是孕期的正常反应 而是宫内孕早期感染 并且胎里的婴儿极有可能畸形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终止妊娠 后妈认为白小精向来不带见她 现在这么说肯定是居心不良 我知道你这次对我怀上心里不痛快 咱俩之间也一直有矛盾 为了老白这些我都可以忍 但是我的孩子不会忍也没有必要忍 所以我劝你不要拿我的孩子做文章 你说畸形就畸形啊 那B超大夫也没说什么呀 因为一般B超排出畸形 会在22到26周以后 四维彩超可以显示胎儿的面部 以及身体各主要器官的成长状态 但并不是所有畸形 都可以通过彩超看出来 闺蜜圈后妈换一家医院检查 临走时后妈对白小精恶语相想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拿生命去保护这个孩子 果然没过一会 被后妈告状的白妇 赶到医院跟白小精兴师问罪 温泽白小精为何这么狠心的吓唬后妈 并且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都容不下 思想负担也重 像你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她不崩坏才怪呢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不管怎么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白家的骨肉 也是你的亲弟妹 我狠心 是谁让我不到十岁都没了妈 要不是张妈管我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今天 我就不是白家的骨肉了 这些年你对我就不狠心了 我告诉你白健生 你少给我在这上思想道德课 你没这资格 看来富二代也有富二代的烦恼 借父亲不信她说的话 白小精让父亲可以再咨询一下其他医生 然后转身对父亲置之不理 刘志光来找白小精 她看出白小精心情不好 于是想要安慰 白小精跟她说出了后妈怀孕肛内感染的事情 并抱怨他们不相信自己 及时以后生出阿凡党 她父亲有钱 就一辈子养着尾 你怎么能这么说的 再怎么说也是你亲弟妹啊 都不是一个妈生的 怕什么关系 可好歹也是个小生命啊 你平时对这里的小病人那么好 那么温柔的 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 让你失望了吧 刘志光本想着要宽慰白小精 却反倒把白小精惹生起了 但白小精听了刘志光的话 觉得还是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她回到家找原因 最终查出感染源就出在家里的鹦鹉身上 她要把家里的鹦鹉扔掉 套妈却觉得白小精是在欺负自己 白健生也跟着何吃白小精 白小精就是不肯解释 保姆赶紧拿来鹦鹉检查的化验单 说明了情况 白小精的父亲这才知道她没有胡闹 这不可能 公心中只有猫身上有 而且接树粪便才能感染 鹰鹉身上怎么可能有 谁告诉你鸟身上就没有啊 从鸟市上买回来也不好好检查检查 它一扑龙翅膀 什么病菌都落你身上了 姐姐 爸爸误会你了 爸爸传回她话说得太重了 我还是那句话 赶紧带她来我们医院妇产科 这孩子能不能留得早决定 还有 这次我会全程回避 让你们听专家的意见 亲姐 你为什么要回避 这是我们白家的事情 你是我的女儿 这种时候我不相信你 还相信谁 妇女俩短暂和解 白小金的父亲 也听从了白小金和专家的见语 带着白小金后妈 去把不健康的孩子给打掉 白小金在远处看着 也莫名地产生了同情和失落 外科病房新来了一个病人 竟然让手下员工 把病房改造成VIP包厢 一大早搬来了一大堆家具 音响和微型高尔夫 在他们调试音响时 叶春萌忍不住进来 让他们收敛一点 把音乐关了 你关下来了 你去忙 你们知道这是住院的吗 开这么大声 其他人怎么休息啊 谁让你们搬这么多 家用电机进来的 万一跳了闸 其他房间的呼吸机监控仪都停了 是多可怕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王总 您到了 这个秘书根本不把 叶春萌这个小实习 一声放在眼里 直接出去迎接这个 来住院的土豪老总 叶春萌对这类狂妄之人 向来没有好感 跟出去仔细一看 发现这个病人 正是当年酒驾撞了 他爸爸的司机 也是他这辈子 最恨的人王松 第二天周明 带着叶春萌等人 去给王松查房 病房此时已经被助理 打造成了办公室的模样 王松让助理给他们 每个人都准备了咖啡 叶春萌态度极差的不肯接受 猛的一推咖啡 还撒在了周明的鞋上 被周明回过头一顿批评 王松不想得罪叶春萌 于是让助理买了化妆品 送给叶春萌 并且硬放在了休息室 叶春萌将礼物给王松拎了回去 王松此时正在病房未晕 小大夫 怎么不喜欢 没关系 喜欢什么让人不跟他再去买 我就喜欢我自己 什么意思 整天掉这个脸给谁看了 你真以为我得哈着你这个小大夫 仁华的床位这么紧 我不是想住就住进来了 我主要是看你是周大夫的学生 给他面子求个和气 哟 那你可求错了 你跟我犯不着 我们这儿是医院 不是你们公司 不按职务分大小 周主任姓周 你就得叫他周大夫 我姓叶 你就得叫我叶大夫 叶春萌本来不想管王松 但周明要带他给王松做肝移治手术 他只好硬着头皮给王松娘许压 看到王松随意吃水果 还善意的提醒王松 手术前八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还挺有责任心的 你为什么老是看不惯我 就因为我有钱吗 钱有什么不好 再说了 太清高也不是一件好事 钱是个好东西 那为什么穷的富的都先赚不够呢 有钱也得有命花 叶春萌气得王松说不出话 但也只能跟医院申请 在他手术的时候 不让叶春萌进手术室 然而到了手术这天 还是出了意外 甘园爹来电话 说因为下雨 去甘园的飞机晚点三个小时 甘园冷藏的时间过长 恐怕是不能用 这也让王松生存的希望再次破灭 于是在病房里面大发雷霆 下雨也就算了 还把机场给停了 要早知道下 我们手术团队调剧做手术 走给你咱这儿等死好不好 那你也不能咱呀 我在你们生化可花了不少钱 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你们也对我不公平啊 别闹了 老天爷对叶启明公平吗 哎 王松你下面那些什么态度啊 我们王松可大爱病人 王松背弃的一边发抖 一边回想着叶启明是谁 周明很奇怪 为什么叶启明是谁 对王松的态度如此恶劣 于是追出去询问 叶启明这才告诉他 王松是自己最恨的人 当初救他酒驾 撞了叶启明爸爸的车 海岛关系把事故责任认定称 他爸爸疲劳驾驶 如果不是王松 他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去学艺 周明对叶启明很是同情 但王松却闹到了阁院长那里 非得让叶启明跟他赔礼道歉 周明也被夹在中间两栏 周明知道叶启明的性格 他对这种狂妄之人 本来就没有好感 更何况王松曾经伤害过他的家人 所以担心让叶启明去给王松道歉 肯定会觉得委屈 听了周明的劝解之后 叶春萌整理好情绪 准备去跟王松道歉 然而到了病房以后 主动道歉的叶春萌却被王松指责不够诚恨 于是看着王松不可一世的模样 叶春萌再次忍不住发飙 你为什么那么恨有钱人 钱有什么不好 有钱就可以使你一边恨着我 一边向我低头道歉 我再问你 那些抛弃自己孩子的妈妈 倒打一耙 那些一闹 那是有钱害的吗 那是没钱害的 有钱这么了不起 生病住什么医院啊 让钱给你治病啊 背着人命赚的那叫脏钱 王松没听出叶春萌的话里有话 开始向叶春萌诉说自己的心酸创业时 自己再没有一待就是17年 公司的合同也都是他从酒桌上喝出来的 并且嘲讽叶春萌他们赚不到钱 只能怪他们自己 我在酒桌上拿自己的肝脏换来的合同 我把自己的蜜搭上去 挣来的钱 我凭什么不能享受 都说我为父不仁 那穷人就一定是善良的吗 继续崇拜你的钱 继续不知道悔改 怪不得孤家寡人一个呢 连手术同意书都得自己签 这就是报应 土豪王松虽然身价不菲 但妻子和女儿却早已移居国外 和他形同陌路 医院替王松再次找到肝源 周明完美的替他做了肝移植手术 叶春萌也心情复杂的透过病房玻璃 关注着王松 毕竟王松是肝他的爸爸 有过最后交集的人 周明想要安慰却又欲言又止 只好默默离开 然而几天后 王松发生了术后病发症 生命垂危之谨 手下的助理们都不过来溜徐拍马了 女儿和妻子也不肯回来 只有叶春萌进病房去看她 王松请求叶春萌把身上的遗器都拔掉 自己这次真的不想活了 如今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她对叶春萌家庭的伤害 她诚恨的跟叶春萌道了歉 王松想看一看她妻子女儿的照片 叶春萌立刻找到病拿给她看 王松此时却已经眼花看不清 叶春萌不想让王松留下遗憾 于是迅速去外面扩印了一张大照片 然而当她拿到病房时 王松已经抢救失败离开了人世 果然无论多有钱 也买不回宝贵的生命 但叶春萌并没感到因果报应的快意 反而觉得心情异常沉重 叶春萌来找周明氏 正好听到程主任在办公室问周明 到底喜不喜欢叶春萌 然而叶春萌却没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答案 她充满挫败感的来到天台 正好丹念林念初的谢南祥也在 两人真是同病相连 竟然同时喜欢上了周明和林念初两口子 而且比他俩都大了十岁 我感觉他一直在把我往外推 拒绝我 又不是你一个人在被往外推 不是吧 当时是谁那么高风亮节那么伟大 说自己只要默默的注视着就好 你怎么幸灾乐祸的呀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周明下午有台手术 但挂号处没沟通好 好多病人挂了号去看不成地 周明给他们一一推了号 并且发给他们加号条 下次来直接拿加号条挂号就行了 但其中两个病人却说自己开了半天车才到医院 今天一定要让周明给他们检查 但周明马上就要去手术室 结果被这两个人揪住衣领不撒手 这时叶春萌进来看到周明吃亏 急得搬起了椅子就把他们砸跑 把人赶跑后 叶春萌拉着周明东捏西捏 关心的问周明有没有伤的 弄得周明有些不好意思 这儿疼不疼 不疼啊 这儿疼吗 你脸红什么呀 没事我走了 腹肌不错 叶春萌美女就主任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医院 然而周明却刻意在众人面前 对叶春萌表现的十分冷淡 让叶春萌最近心情十分不好 白晓晶和谢南祥等人 看出两人现在的状态 就差临门一脚 于是相约帮助叶春萌 他们决定给硬汉下猛药 逼周明直面自己的内心 硬汉下猛药 你敢不敢 谁是硬汉啊 我是小清新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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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你们几个没别好啊 不准整我啊去查房了 在叶春萌去给病人查房的时候 白晓晶用叶春萌落下的手机 给周明打去电话 喂周老师 叶春萌刚刚拉着行李去火车站了 哎呀他情绪失控 脱了白大褂说不当大夫了 就是因为我们提到了您啊 他就哭了 哭着跑了啊怎么办啊周老师 周明听了立刻就着急了 脱掉白大褂叫去找叶春萌 他焦急的开车前往火车站 试图能在叶春萌上车前拦住他 这是刘志光将解人的计划告诉叶春萌 让叶春萌也借此看看周明对他的真实心 无奈之下叶春萌赶紧拖着空箱子来到车站 周明原本看到去往龙山的车 已经离战十分懊怒 然而一转身却看到了他熟悉的身影 爱与悲悲悲悲悲哲 这次我不想你逃 喝掉是一度有 脑海倒是你的微笑 可听到熟悉的天 全世界都顛倒 记忆伤苦的手 终于挣脱错爱的酬劳 谁灌了你这毛病 说走就走 时间跑我走了吧 你是在胡闹 你知道我们差多少岁吗 你太冲动了 我也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 你会后悔她 那你会回来找我了吗 走吧 你们联合起来耍我呀 我走 这叫硬汉下毛病 白小精的这剑猛妖果然奏效 两人终于打破了隔阂走到了一起 从此也开启了没秀没骚的生活 看到周明和叶春萌在一起后 于是谢南祥也开启了她的追解计划 师姐 你没事吧 你现在没进来 我还没穿衣服呢 给 玉京 你别动 林念初扭伤了怀关节住进病房 谢南祥时不时地过来看她 这次来的时候 林念初正好洗澡滑倒 谢南祥不由分说抱起她 就送回了床上 林念初没穿衣服 于是有些尴尬地将谢南祥支走 此时晨曦经过 看到谢南祥从林念初的病房出来 瞬间簇一打发 提醒谢南祥这次完出阁了 她是你导师她前妻 最后孩子离了婚 她比你真的大十岁呢 四姐也是你随便 我怎么不能说了 这不是试试妈妈 这不是试试 师姐她现在需要我 我就得配着她 咱们那二病区的保洁阿姨 刚理了婚 你怎么不去安慰她呀 还有咱们那个病区的病人 我也没见你不吃午饭 去看他们呀 马上就是要留院的大事了 大家都在平民表现 想给导师一个好印象 你居然在这里 跟导师前妻搞不清楚 她是你师母 咱们先不说周老师 程老师 你别忘了 她是咱科主任 陈希在病床外面大吵大闹 大有把这件事 弄得人尽皆知的架势 而林念初在病房里面 听了也有些失落 其实她对谢南祥 还是有一些好感的 晚上谢南祥又过来 给她送茶烧包 林念初故意对她 表现得很冷淡 让谢南祥 把她送过来的东西 全都带走 并让谢南祥 以后管她叫林老师 但谢南祥 却不肯罢休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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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大十岁 你可以叫周老师 叫程老师 为什么不能这样叫我呢 因为我从来没想到你学生 我只想到你男朋友 还有 你不准再说 我爸十岁十岁这件事了 那我要是比你早死十年 那咱俩不就一样了吗 我就是喜欢跟你们在一起 我就是想陪着你 想保护你 这也就够了 林念初表示 像谢南祥这样的小屁孩 也就能骗骗陈希 这样的傻女孩 而她已经不年轻了 经不起医院里的流言飞 你别说我幼稚呗 我告诉你 爱情不分年龄 原来在你心里 我一直是个幼稚的小屁孩 谢南祥 师姐 东西拿走 谢南祥十分不情愿地 带着东西离开病房 她有些沮丧 于是找白小精谈心 但白小精也觉得 喜欢上比自己大十岁的人 确实会让人家觉得幼稚 而且林念初曾经也是 一大女神级人物 谁知道像谢南祥这样的 顽固子弟 说喜欢她到底会不会 只是图一时新鲜而已 谢南祥受到白小精的刺激 拿出手机给林念初 发去了语音消息 师姐 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说话 你也不爱我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不在了 你会伤心吗 你会难过吗 会吗 哎呦你别动了 白小精见谢南祥冲动犯上 于是抢夺她的手机 抢夺间手机 却从楼顶掉到了地上 直接摔坏无法开机 而此时林念初也接到 谢南祥的信息 给谢南祥打回电话 却无人接听 终于开始着急抢 谢南祥你在哪 你是不是喝酒了 收到快回我啊 哪里手机关机 柯理素说我都问了 谁都不知道你去哪了 林念初交集的语音信息 也让谢南祥看到了希望 于是谢南祥向林念初的家飞奔而去 而此时林念初家里的水管正好坏 谢南祥立刻表示 自己在澳洲留学时 一条街的水管坏 都是他一家一家修好的 所以主动请你给林念初修水管 但林念初根本不相信 像他这样的顽固子弟 会鼓到这种事情 你起来吧 一会儿袜子裤子都湿了 行了你哪会干这个活呀 我估计你们这些小皮孩儿 在家里面店闸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还是打电话找物业吧 应该是短子里边的那个橡皮圈 大师姐 你去给我拿一个螺丝刀 一把水果袋和一块码布 这用的管在这儿 你快去啊 哦 换的真好 党国会记住你的牺牲的 十几分钟后 谢南祥果然修好了水管 不过衣服和裤子都湿了 于是林念初找了一套周明的旧衣服 让他新换上 作为修好水管的报酬 谢南祥让林念初给他做好吃的 吃着林念初给他做的炒命 谢南祥说他不想看到林念初如此孤独 家里和生活都这么冷冰冰的 但林念初自从女儿去世后 就再也没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了 而且至今为止都没有去目的看过女儿 我也曾经想过 让我的生活重新开始 不过勇气这种东西 也不是说有就能有的 像你这种拥有青春的人 是不会明白的 我是个坏妈妈 所有的人生 也不止都重新开始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还从来没有去看过她 她在的时候 我把她一个人 扔给电视机 现在还让她孤零零地躺在墓地里 谢南祥听后立刻跟林念初告别 并表示让林念初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就过来接她去个地方 第二天谢南祥买了一个维尼熊玩偶 陪着林念初一起来到墓地 林念初对着墓碑失声痛哭 倾诉着对女儿的思念 也懊悔着当初对女儿陪伴的缺失 谢南祥在墓碑前保证 会帮林念初找回真正的自己 再次之后 林念初开始尝试和谢南祥约会 谢南祥为了哄林念初开心 每天忙得不易冷呼 然而谢南祥的妈妈知道 她在和一个大十岁的离婚女人 交往后非常不满 谢南祥的爸爸也来到医院 找林念初谈话 谢父开门见山 直接跟林念初表示 他们谢家是不会要一个 比他儿子大十岁的儿媳妇的 而且谢父比林念初 也只不过大了十二岁 这件事我想您是误会了 谢南祥跟我说 他是个成年男人 能为自己的事负责 而我之所以会和他在一起 是因为我爱他 并不是想成为你们谢家的儿媳妇 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知道 他能做什么呢 离开家的钱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为了你到实验室去刷市馆了 你准备让他刷一杯子啊 我这次来冒昧的找您 请你原谅 你们在一起对你也不好 他不是一个有常性的孩子 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自己的前途也就全毁了 林念初本想继续解释 但此时谢父却接到陈希打来的电话 说谢南祥的妈妈被气得晕倒了 于是为了不让谢南祥 跟家里的关系决定 林念初再次选择到美国访问研究 他知道以谢南祥的性格 一定不会让他轻易离开 所以只好选择了不辞而别 一连消失了几天 谢南祥才得知林念初 马上就要坐上去美国的飞机 但为了阻止谢南祥追去机场 谢母再次装病倒下 谢南祥只能望着天空飞过的飞机傲脑 周明把林念初留下的信交给谢南祥 林念初感谢谢南祥帮助自己忘记过去 让他有勇气去美国完成年轻时代的理想 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 爱笑 有激情 对明天充满希望 一往无前 你对妹妹保证说 还给她一个简单快乐的妈妈 你做到了 林念初的离开 让谢南祥一蹶不枕 现在留愿不留愿对她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听出来了 你是不想帮忙 仁华一床难求 这是上过江城新闻的吧 我一个小实习生我怎么解决啊 什么一床难求 难是对外人 对你们自己人 可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叶春萌没有边界感的姑妈又来了 她因为提检查出来有胆结识 于是担心的吃不好睡不好 叶春萌被叫到家里 帮她看了诊断报告 告诉姑妈她这个其实是静态结识 只要半年做一次避抄观察的就行 但姑妈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应是要叶春萌帮她插队做腹枪镜胆囊摘处 但仁华的床位向来紧张 叶春萌实话实说 却遭到姑妈的愤猛不平 并搬出叶春萌已经去世的父亲 说叶春萌根本没把她当亲人 让叶春萌左右为难 无奈之下叶春萌只好去求师兄李波帮忙 但李波表示 上一次周明岳父过来做同样的手术 也跟普通病人一样等了两个月 所以劝叶春萌的姑妈 要是不想排队 就直接去社区医院做 叶春萌也不好意思继续再说 只好灰溜溜走开 这时程主任过来问了李波一下情况 城主任看在周明的面子上 在别的科邦叶春萌姑妈借了床 又在早已排满的手术中加塞 准备给叶春萌的姑妈做手术 然而叶春萌的姑妈去得寸进尺 一到医院就挑三减四 找来叶春萌说 不愿意跟这些开脑壳的人住一块 还嘲讽隔壁床的病人是从外地来的 我们肝打腕的病床特别的紧张 就这张床还程老师硬给您加进来的 您不想住 人脑外的病人还不想让您住呢 怎么 我还得要感恩戴德啊 不仅如此 护士过来通知姑妈晚上九点做手术 姑妈却不愿意 说太晚做手术她会失眠 影响术后恢复 气得护士让姑妈自己去了城主任说 于是姑妈厚着脸皮来到外科 正好赶上城主任跟护士们在开玩笑 认为城主任工作态度散漫 又跟叶春萌说 自己不想让城主任给她做手术 还硬塞钱给叶春萌 让叶春萌务比安排 仁华医院新外科的一把刀 周明替她做手术 姑妈此举引起了李波和徐姐的不满 俩人一起过来声讨了叶春萌一个 周明得知后主动过来找叶春萌 并提出她可以再休息的间隙 给姑妈加一台手术 那我当外人的 周明加班替叶春萌的姑妈做完了手术 叶春萌的记者表姐也从外地回来了 在姑妈麻醉没醒的时候 叶春萌把红包还给了表姐 而周明又的连夜赶搞 第二天就代表任华非北京参加外科的年会 单龄叶春萌没想到的是 姑妈是疤痕体质 不枪劲的刀口久久没有愈合 周明也外出开会没回医院 恰巧表姐匆忙赴外地采访 忘记把红包还给姑妈 于是姑妈转交率为愤怒 认为周明收了红包还对她敷衍了事 别让丈夫向卫生局告了周明的状 农夫与舍的戏码再次上 你姑妈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得罪她了 住院折腾 出院还告状 我真怕自己当老婆呀了 她又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 叫你那姑父在和卫生局的会议上 当着各位领导的面 狠狠告了咱们可以大黑状 居然说咱们周主任收红包 结果正在北京开会的周明 被紧急召回医院接受调查 李波和徐姐又一起来声讨叶春梦 叶春梦急忙来到姑妈家 让姑妈和姑父撤销投诉 并表示姑妈给她的红包 她已经还给表姐了 但表姐却因为出差去外地 没来得及跟姑妈说 但姑妈即使知道了周明没有收红包 也不愿意让姑父马上撤销 她觉得人华的制度和管理就是存在问题 一个普通的小手术都要预约到 一两个月后这里面肯定有水分 我们院的所有医生 恨不得天天不吃饭不上厕所 所有的时间都泡在手术室门诊病房里 可是就是有那么多人从全国各地 坐着火车打着飞机到我们仁华来看病 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仁华跟全国其他的三甲医院一样 早就超负荷了 不要跟我说超负荷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怎么加三进来做上手术了呢 只要是有关系 床位也能挤进去 手术也能插进来 我真是亲身经历的呀 没有假吧 叶春梦的姑妈 真是得了便宜又买归 自己走后面加三找病房做手术 转头就投诉帮她加三的人 叶春梦表示 他们这些干临床的医生护士都那么苦 最后也就剩下给家人安排个手术 加一台手术这点方便了 这也是他们医生之间约定组成的情织 再者说难道姑妈是为了深入医院调查 才得的胆结是 还非得着急加三做手术不可 找关系的是你 塞红包的是你 不收往死里作的是你 便宜都占尽了 反咬一口的也是你 你这不是白眼狼吗 你那么高风亮节 你要整顿一得一风从你自己做起啊 社会上就是你们这种人太多了 看不惯别人找关系走后门 觉得自己吃亏受苦不公平 到了自己呢 使劲地攀关系占便宜 还好意思骂社会道德沦丧 社会是什么呀 社会就是你们 叶春梦一番话 把姑妈对得哑口无言 她见姑妈瞒不讲理 知道求她也没什么用 于是不停地给表姐打电话 让表姐敢最早一搬飞机回来 帮周明澄清事情真相 而此时周明正在会议室 被葛院长和卫生局的领导 开批判会 逼着周明承认错误 但是周明的倔劲也上来了 我给学生的家属加了一台手术 没有收受贿赂 没有占用正常的手术时间 我们科也没有预留有水分的肠位 以便后门及受贿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安排在有空的格式 这些我刚才都交代过来 就这件事本身 要是有什么处分 我愿意接受 但是就这件事 让我检讨医德败坏 我做不到 让我因此承认 这样的医德败坏 就是引起医患矛盾的原因 我不同意 让我保证 今后这样的人情 在医疗系统 或是我管辖的病区杜绝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葛院长和卫生局的领导 听了周明的话 刚想要发表 叶春萌就带着他的记者表姐赶到了 表姐拿着姑妈当初给的红包 当众替周明做了澄清 一场闹剧终于结束了 不过周明也因为在卫生局领导面前 顶撞葛院长 开始被穿小鞋 葛院长召回了仁华 派去美国学习的韦大夫 从此外科重点的肝义肢手术 都由韦大夫顶替周明来做 而叶春萌也没有了 跟着周明上手术台 和亲自上手操作的机会 由于林念初出国时 陈希帮着谢南翔的妈妈装病 导致谢南翔没能去机场送林念初 所以谢南翔这段时间一直没理陈希 谢南翔也决定不留在仁华医院 执意要去美国找林念初 但他之前就曾被美领馆拒签过 现在又要面前有些焦虑 于是找了黑中间 陈希不忍心 所以帮谢南翔找了 在大使馆有朋友的韦大夫 但谢南翔却丝毫不领情 看不下去的韦大夫拉走陈希 并再彻底暖心安慰 你怎么会待那么多呀 当然是预前准备好的 我早知道会是这种情形 陈希喜欢了谢南翔十年 失望了十年也受伤了十年 但就是不愿意放手 韦大夫却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简单又疯狂地爱过一场 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陈希的单纯令为大夫有些动心 晚上他特意带陈希和科室的员工们 去吃火锅团结 陈希向他推荐了谢南翔最爱去的火锅点 之后又买了谢南翔最喜欢喝的梨汁 他全程把啤酒当成白开水一样喝 最终醉醺醺醺的在外面 跟为大夫诉说对谢南翔的喜欢 韦大夫鼓励陈希走出谢南翔给他带来的阴霾 但陈希却表示他根本做不到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 谢南翔要去美国找林念出来 他再也见不到谢南翔 陈希和谢南翔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 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都有他的记忆 为大夫无理安慰 只能任凭陈希发泄 在此之后 为大夫也更加关照陈希 几乎所有手术都带着陈希一起上 还让陈希亲自上手操作 然而谢南翔也搞定了他吧 说自己要去美国读工商管理硕士 一个月后就要去往美国 谢南翔签证成功 来医院和叶春蒙等人道别 然而他仍然在生陈希帮他妈欺骗他的气 所以没等陈希下手术就匆匆离开了 为大夫带陈希刚给病人做完手术 陈希来不及换衣服 就像休息室狂奔而来 结果谢南翔提前走了 让他大失所望 你们没告诉他我在手术室呀 告诉了 他有事 有事 我从手术室跑过来 一共用不到两分钟 这点时间他也不等我吗 他都知道去手术室看别的护士 他都不知道看看我 我在他心里一点都不重要 陈希既伤心又尴尬 于是晚上来到谢南翔家 想再见他一面 然而谢南翔仍就病而不见 即使谢南翔的妈妈打电话让他回来 他也不肯回来 陈希再次失望而归 并且连伞都没拿 淋了一身雨回到了医院 为大夫见状立刻暖心安慰 我过去二十几年 都算什么 他连句再见也没有 我以为我接他心也是空的 脑袋也是空的 都被他带走了 我接了什么也没有了 你还有我 我一直都在 为大夫 你在说什么 陈希 你还是你 他什么都带不走 他不懂你的珍贵 我懂 他不能让你幸福 但我呢 老天让错的人离开 或许就是我要让对的人快点出场 为大夫突如其来的深情表白 让单纯的陈希有些猝不及防 为大夫告诉陈希 不懂得珍惜她的谢南翔 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陈希 你是个好女孩 我不希望像谢南翔一样 有天会后悔 我更不希望我喜欢的女人这么难过 你听我说 不要再为了不值得人难受了 只要你愿意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也不允许你孤单 I love you 陈希哭着抱着了为大夫 其实在谢南翔不理睬陈希的这段时间以来 为大夫一直对陈希关照有加 而且格外栽培她做自己手术中的助手 所以陈希很欣然的和她走到一起 然而几天后 谢南翔的父亲突发急性心梗诸院 谢南翔赶紧赶去医院排护 并跟母亲说自己先不着急去美国了 等父亲治疗一段时间再说 与此同时 法院工作人员找上门来 说是有供货商告谢氏集团拖欠货款 所以法院将按照相关规定 在开庭前对他们家的部分财产进行保全 这是法院批准的诉讼保全的公文 这是财产扣押的清单 到底什么是诉讼保全啊 也就是说 人家不相信将来赢了官司之后 你们有钱可以赔得起 所以呢 在开庭之前 我们要先扣押一下你们的相关财产 这都行 那就是说我们家的房子 还有爸我妈的车都得被保全了 谁让这几部车啊 都是登记在公司名下 这是你名下的车吧 你别紧张 那就不会出现在清单上了 谢南翔这才明白 他爸爸突发心梗的原因 原来是公司的现金流出现了点状况 然而医院的治疗费住院费都还没交 于是谢南翔联系别人 准备将自己的爱车先卖出去 然而正准备交车室 保险缸却被自己不小心撞 正好在楼下给买车人打电话被路过的陈希听到 一听说出了事故 对方表示 哪怕谢南翔给降价两万也不肯要了 谢南翔因为缴不上父亲的医药费 心情不好在心内科和护士们吵了枪 陈希仍然有些心疼谢南翔 他找韦大夫想拜访 韦大夫拿出一张银行卡 让陈希可以随意支配里面的钱 陈希想要给韦大夫写一张借条 看清楚了吗 这是我来人话做讲座第一天的时间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吗 办卡的时候啊 贵员让我找个 我可以记得又对我特别意义的日子 我马上就想到这个 那也不行 一码归一码 至少得写个借条 嗨 你觉得我是留张纸有用的 还是留一个可以帮我寄出密码的人有用 因为这件事 陈希对韦天树的亲近又增加了一分 而两人的此时此景 让我想起了三十二亿重的王曼妮和梁正贤 他俩的命运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十万 你点点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不要你的钱 都什么时候了 跟我客气什么 叔叔的病要接 钱白小金已经借过了 不用你操心 你宁可跟他说 他是我哥们 那我呢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吗 得知谢南翔家里资金出现问题 没钱支付父亲的住院费后 陈希管为大夫借了钱 帮谢南翔垫付了费用 但谢南翔却从白小金那借到了钱 并且态度恶劣地把钱又还给了陈希 他还是不肯原谅陈希 当初伙同他母亲一起骗的 并把老师林念初逼去了美国 我知道你压力有多大 你别自己扛着会受不了的 让我多少替你分担点 就当 就当是我将功折罪 我求你了 你别求我 有事求你自己 我是谢家人 这是我们谢家自己的事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少在这假惺惺的忙 谢南翔的绝情和绝讲 这一次彻底刺痛了陈希 陈希无奈只好将钱再存回维大夫的卡里 可他居然把维大夫告诉他的密码给忘记 于是哭着打电话叫来了维大夫 你不该忘才对啊 按照你的说法 那天你初见男神 幸福到彻夜难眠 难道这些都会在哄我的 谁哄你了 我记数字笨不行了 要不你换我生日 我保证忘不了 可我要的是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意义的日子 你不知道就算了 但那天啊 对我的意义真的很深 那天之后 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 已经被深深地牵绊住了 回到美国 只要一听到人话的消息 我就会莫名的兴奋 维大夫的温情话语 再次把陈希哄得十分感动 他终于决定忘记谢南向 倒在了维大夫的怀里 第二天一早 陈希在维大夫的家里醒来 正好在外面留的妈妈给他打来电话 陈希极力掩饰着自己 在维大夫家里过夜的事情 生怕被妈妈发现 他在和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维大夫在一起 维大夫假装责怪陈希 昨晚把他最贵的红酒 那怕过梅洛特都喝光了 陈希再一次坠入了爱河 这是维大夫的电话响了 维大夫假装信号不好 避开陈希去接听电话 谢南向在医院照顾他爸爸时 看到陈希和维大夫十分亲近 郭盈饭盒敲出声响 陈希急忙和维大夫进屋避开了谢南向 正好赶上陈希过25岁生日这天 维大夫告诉陈希 他在办公室给陈希准备了浪漫的生日庆祝 陈希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 却见到了一个女人在蛋糕上点了蜡烛 并且面带杀起 陈希瞬间明白 原来维大夫已经结婚了 而且据他的妻子所说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维大夫的妻子听说他在国内有了新婚 立刻带着儿子连夜回国 陈希成了小三的事 快速在医院里传开 谢南向知道后终于有些自责 是他的无情将陈希推向了为大夫 于是他找到为大夫兴师问罪 马上手术 他们都要等我 陈主任已经自己上了台手术了 不可能啊 没有人通知我 因为我告诉他们 我刚经过外国专家楼的时候 我听到你们家在里边大动干戈 所以我估计你还得有一会儿 你撒谎 我撒谎 你对陈希撒谎可比这个严重多了吧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真的很在乎他 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他 可是你还是把他给骗了 那你呢 你坑了他十几年怎么算 我是没对他说实话 但是这儿还跟我在一起的 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你呢 你连个好脸色都没给过他 为大夫把谢南向反咬一口 并表示谢南向根本没有资格过来找他 更不配替陈希出头 切得谢南向直接一拳 把为大夫打翻在地 这一拳以前我不配 以后他的事我管定了 你以后还是想招惹陈希的话 你得先问我谢南向同不同意 谢南向终于替陈希出了头 也不枉费陈希喜欢他那么多年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你让你是我女儿呢 静静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嗯 啊 刘志光陪白晓晶一起回家管父亲要钱 赞助医院的按摩椅 白妇刚刚答应白晓晶 却突然发现单眼失明了 来到医院诊断后 医生私下告诉白晓晶 他的父亲可能是中风前兆 白晓晶急忙带父亲做了各项检查 果然脑中已有一小块血管 需要及时住院做开颅手术 比较保守的白妇听后坚决不肯 还对着白晓晶和小后妈发起了脾气 别忘了那是开颅手术 脑袋上动手术哎 万一他们手一抖 动了哪个不该动的地方 飞死即摊 我现在一切都好好的 我不签 你现在是很好 可是如果不手术 动脉瘤随时可能出血 造成血肿 你可能会偏瘫 运动性或感觉性失语 如果压迫是神经 你可能会失明 如果再不巧 脑血管痙磷 你可能会脑梗死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别说了 白晓晶用平时怼病人的那一套怼白妇 气得白妇更不肯在手术同一书上签字 白晓晶心情郁闷 在病房走廊猛踢故障的自动贩卖机 刘志光赶忙拦住了 并且心平气和地帮他重新投了硬币买了瓶水 刘志光知道白晓晶其实是担心白妇 所以劝白晓晶别再把自己当成医生 而是试着用一个女儿的身份 去劝说白妇手术 所有的小孩打针的时候都只是害怕 但只需要爸妈的抱抱 你爸现在一样 她需要的不是多一个医生给她讲更多的道理 她需要的就是一个女儿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可怕的女儿 我从来没有见过做女儿的义务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恨她 我想尽各种方法 气她 惹她 现在外加我那个小后妈 我以为我最终报复了 可是很多时候我面对她们的善意 我几乎忘了为什么要去恨 白晓晶回想起她的小后妈 这么些年费劲巴黎的讨好的 她都没领过情 因为她觉得只要对小后妈露出笑脸 就是对不起她已经去世的亲吗 但通过这次白斧生病 她也看出小后妈是真心对父亲好 白晓晶来到病房 给陪业的小后妈轻轻盖上了毯子 还亲手给父亲做了饭 她也真是的 疯口睡觉到时候感冒了 你还得照顾她 你跟思琴早这样 估计我脑子里也不会生疗 你别趁着生病恶我啊 知道你吃不惯医院的饭菜 这鸡汤和这几个菜是给你的 知道她减肥 我特意帮她拌完沙拉 俊俊了 以后别再床头睡了 害得刚才静静帮你盖毯子 还帮你拌了沙拉 尝尝 谢谢你 这油醋汁拌得太棒了 五星级的 白小金破天荒地关心小后妈 让白福和小后妈都十分感动 于是小后妈和白小金一起劝说白福做手术 白福为了将来还能吃到白小金亲手做的饭菜 终于签了手术同意书 白福手术十分成功 小后妈陪她聊天的时候 无意间说起白小金和刘志光走得很近 白福立刻急了 让小后妈把全部情况都跟她说明 并且亲自去了刘志光 她可不打算把自己从小宠到大的女儿 嫁给一个像刘志光这样的穷小子 白小金死皮赖脸留在儿科 刘志光被白福问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也知道自己的自身条件远不如白小金 然而她长期以来的关心 却把白小金的心捂热 但是家境的差距 仍然还是成了他们俩在一起的组合 有些窗户只能不捅破就不捅破 单纯老实的刘志光连连答应 白小金的父亲棒打鸳鸯 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 作为对刘志光的弥补 她主动捐了一批按摩椅 给刘志光所在的林中关怀病房 而再次之后 刘志光也开始故意夺着白小金 连白小金买好了电影票等她去看 她都失约了 气得白小金气冲冲的过来质问刘志光 为什么昨晚没去赴瑜 并问是不是她爸用按摩椅收买了她 我不是早就给你打过预防针了吗 我爸就是一个纸老虎 我从小到大 他反对我的事情多了去了 你看我这次怎么搞定他 不用了 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挺好的 出了工作 我不想分心在鸡打车上 不想分心你答应我去看站了 不想分心你每天买了晚饭 等我下班 不想分心你陪我在病房陪业 医疗大半醒 我知道了 你是不想得罪我爸这样侃侃的捐赠人吧 随便你这么想 好 刘志光不肯说出白府找过她 气跑了白小金 这时刘志光负责照看的艾滋病人情绪崩溃 在病房戈脉自杀 刘志光在阻拦她的时候 手掌也被玻璃不小心划伤 有被感染的可能性 叶春萌替刘志光包扎了伤口 并立刻让她服用了阻断艾滋病的药物 我刚才也查过了 暴露72小时之内服用阻断率有90%呢 别怕 其实我命大着呢 小时候传恶劣做了十几次手术 我麻醉意外就下午两次病危通知 你看现在我也好好的 叶春萌想要打电话给白小金 让白小金过来陪陪刘志光 但刘志光却拦住了她 并表示这件事要向白小金保密 刘志光向叶春萌说出白府来找过她的事情 叶春萌觉得白小金父亲这样做对刘志光不公平 但刘志光却表示 他十分理解白小金父亲的做法 之前任华没有过给艾滋病人做手术的先例 但是在刘志光一趟趟的和院里沟通下 院里终于给那个艾滋病患者 做完了外科手术 患者出院后没人来接 于是邀请刘志光去他家吃饭 刘志光有些担心患者在半路上想不开 所以跟着他上了出租车 却在半路上发生了意外 一辆装满钢管的卡车上的钢管滑落 一根钢管贯穿刘志光体内 刘志光被急救车拉回了医院 情况十分紧急 由程主任主刀 他答应学生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治刘志光 程主任知道刘志光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于是他支开了所有医护人员 说是汇总手术方案 其实是给白小金和刘志光单独见面的机会 躺在手术床上的刘志光仍然对着白小金挤出危险 并对白小金表露了心声 白小金想要亲吻刘志光让他能够坚持下去 但刘志光却表示自己正在感染风险期 然而白小金还是不顾一切的吻了刘志光的脸颊 虽然程主任带着医护人员们见了权力 但仍然没能把刘志光救回来 而白小金一直拒绝接受 刘志光已经离开的事实 连刘志光的追悼会也没参加 因为他觉得刘志光一直在这儿 从没离开过 周明带叶春萌出去约会 吃饭时周明想加一个丸子给叶春萌 但他的手却突然不听使唤 为了不让叶春萌担心 于是周明装作在跟他开玩笑 趁着叶春萌上厕所的时候 周明立刻打电话给神经科的医生王凯 王凯啊 我最近的神经痛发作越来越频繁了 有时候发作起来连筷子都拿不稳 更别说做手术了 你这两天是吃了我新开给你的药吗 你不是说新药药效更持久吗 我最近有几台长手术不能有差 所以我早就换新药了 但是新药的副作用现在还不确定 需要进一步的临床检验 可我等不了了 此时叶春萌回来 周明赶忙挂断电话去前台结账 但他落在餐桌上的药瓶 被叶春萌发现 叶春萌知道周明向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他有些担心这会影响周明的视野 所以建议周明先暂停接手术 请一段时间驾把兵之好 但是周明却表示 他作为一个外科医生 手术刀就是他的命 而如今的状况也是他十几年来 在手术台上高强度工作 那么他的情况只会更坏不会更好 所以一旦停下治疗 很有可能他就再也回不到手术台上 我保证从今天开始 每顿药我加一点肯定会有改善 万一没有改善 万一你在手术台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封刀退休了 我握了十几年的手术刀 我对我的每一台手术负责 我有分寸 我不会拿病人的生命冒险 即使吃再多的止疼药 针灸 理疗 只要能让我坚持完一台手术 我什么都运 我这十多年的技术 经验 熟能生巧到几乎本能的动作 一旦离开了就再也用不上 所以别让我离开 叶春萌劝说不懂周明 只好让周明答应他 以后减少接手术的数量 并且每一台手术都让他在身边跟台 周明悉数答应叶春萌 第二天周明在给病人做肝癌手术时 刚跟叶春萌讲解 门静脉可不好扰 因为癌细胞很容易通过门静脉为转移 恰好此时周明咳嗽了一声 叶春萌以为他的神经痛又发作了 于是伸手抓住周明的胳膊 但此举却导致周明动作发生了偏差 手术刀凑巧正好碰到了门静外 虽然周明做了紧急处理 但对病人身体有无影响 还需要术后继续观察 除了手术时 周明忍不住训斥了叶春萌 整台手术叶春萌都在提心吊胆的 周明都看在眼里 叶春萌坦白自己就是担心周明出错 周明那么在乎手术台 所以不能让他在团队面前丢脸 就算将来离开了手术台 也得给大家留下一个最完美的印象 却没想到帮了倒忙 周明终于决定 向程主任和医院坦白自己的病情 并暂停所有手术的安排 再也不能让叶春萌和病人替他承担风险 看着周明憔悴的背影 叶春萌十分捅心 自己曾经视为偶像的人 如今却可能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 周明给病人做肝切手术时 咳嗽了一下 叶春萌以为他神经痛发作 于是辅助了他的胳膊 导致周明动作出现偏差 手术刀碰到了病人的门静脉 而这个病人术后未出血 同时周明已经向医院提出 暂时不接手术 所以这个病人的主治大夫 换成了为大夫 病人家属跟周明提出了质疑 感谢手术为什么会未出血 医院为什么要半路换主治大夫 他们怀疑是周主任的手术座失败了 此时叶春萌又不合适宜的小生都呢 我查书了 应该跟碰到门静脉没有关系 什么 手术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手术出来没跟我们说过什么呀 我们还一直以为很顺利的呢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您别急 您儿子的手术达到了预期效果 这点我们不会骗您 至于术后出血 现在也是在正常的并发症范围内 家属继续对周明不依不饶 为大夫见状 也不愿意再接受这个病人的二次手术 言外之意就是周明把手术搞砸了 于是病人家属抓着刚才叶春萌的话补访 并把事情闹到了医务处 叶春萌因为担心周明会被处罚 所以在车里露出愁容 并且十分自责 周明却对他暖心安慰 并表示这就是普通的术后病发症 跟碰到门静脉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周明表现的若无其事 但叶春萌知道 他实际上背负着 医院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 看到家属又来找程主任 于是叶春萌决定 主动去医务处澄清事实 叶春萌想将此事拦在自己身上 即使失去留在仁华医院的资格 但叶春萌越是这样 周明越是不忍心 他主动给医务处的王主任打去电话 并让神经科医生证明 他的病情有多严重 而这样做换来的结果就是 医院暂停他的外科医生职务 并发派他到郊县培训住院医生 而且这一走就是大半年 然而临走前 他不敢跟叶春萌见面 怕见到了就没发走了 于是让程主任安排叶春萌 去江城医学院培训三天 等他回来以后就都风平浪静了 从医学院到现在 整整十七年了 我是亲眼看着你 为了这把手术刀付出了多少 又牺牲了多少 为了这么一个姑娘 我可真怕你将来有朝一日后悔啊 将来的事儿 我不会想得那么远 我只知道她是我学生 一个很有天分 很有前途的外科医生 我不能让她的未来 停在一次小小的意外上 更何况这次意外是因我而起 她也是我喜欢的姑娘 我不想让她因为保护我 而牺牲她自己 程主任劝说周明 还是给叶春萌一个交代 这样一走了之 可能会让叶春萌崩溃的 但是周明却认为 不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 三天后叶春萌培训回来 周明已经走了 连电话也换了 并且已经将所有的责任 都拦在自己身上 临走她给叶春萌安排好了一切 而叶春萌剩下的实习课 也将由程主任来待 叶春萌得知周明不辞而别后 很是伤心 她疯了一样的冲进周明办公室 翻遍了周明办公室里的一切角落 并且不相信周明一句话 也不给她留就离开 程主任让叶春萌不要再找了 行了 别找了 不会找着什么 我就不信心 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她说了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 只有她把什么事都揽在她自己的头上 家属才不会找你呢 她离你越远 越和你没有瓜葛 你就越安全 这也是她让我转交给你 是吴院长给她的 跟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理过事 我想她要说的话都在这箱子里 叶春萌打开周明留给她的箱子 里面装着周明从业十几年来 记录的手术经验 还有吴院长送给她的手术刀 她希望能传承给叶春萌 让叶春萌代替她成为人华最好的外科医生 叶春萌表示 作为周明的学生 她是不会让周明失望的 但作为周明的女朋友 她也不会放弃继续等待周明的 叶春萌来了 你们实习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 你综合排名 第一 把你的人事手续赶快办 什么时候你们俩不需要对外避嫌呢 我答应 我亲自去林县 把她给你绑回来 程老师 我可能会去松山医院 才让您松山医院肝打外科的余主任 跟我谈过话了 转眼间周明离开仁华医院近半年 叶春萌被成主任叫到办公室 填人事理力表 只要办完手续 叶春萌就是仁华的正式医生 然而叶春萌却拒绝了成主任 选择去其他医院 因为如果她留在仁华 不管她干的怎么样 别人总是要说 她是靠着周明才留下 她觉得靠自己的努力 一样能在外科干的很好 而且离开仁华以后 也不需要再跟周明避嫌了 你可是咱是仁华从何考试排名第一啊 你能留在仁华是靠你自己的实力啊 这不靠周明啊 这这这我可以给你证明啊这个 我知道 谢谢程老师 我觉得我离开仁华 就是对周老师为我做出的牺牲 为我受了委屈 给出的最好的补偿了 再说了 宋山肝胆外科也不差呀 没准过两年我还能跟他竞争一下 虽然程主任极力挽留 但叶春萌的心意已决 他把一份谢氏宴的请柬交给程主任 并嘱咐程主任晚上一定要准时参加 分手在即 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学们最后一次欢聚 从前水火不容的叶春萌和白小精 如今却成为最好的闺女 回忆起曾经的点滴 众人都十分感慨 结束实习后 叶春萌将去嵩山医院的肝胆外科 白小精转去儿童医院 谢南翔的父亲即将出院 他公司的危机也解除了 谢南翔又重新当回了富二代 准备奔向美国旧金山找学零念初 谢父一听谢南翔要去旧金山 立刻缠身怀疑 因为美国最好的商学院都在东岸 而旧金山能拿得出手的 就只有一家医学院 所以谢南翔要去读MBI 只是掩人耳目 但是这次陈希却选择帮他掩护 叔叔阿姨 实习结束以后 我呀从小喜欢音乐 现在又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 真的呀大山去哪儿啊 我喜欢加州的阳光 所以申请的都是加州的学校 而且他也在那儿 我们俩也好有个照应 你们俩能在一块念书 那就太好了 谢南翔的爸妈一听陈希也要去美国 于是放下心来 谢南翔急忙把陈希拉出病房 担心陈希又是为了她才去美国 我上次送你那玫瑰花 真的就是因为你过生日 没别的意思 你别想多了 不如你再惦记我了 谢南翔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知道我为你又改专业 又追出国的吗 陈希和谢南翔促息而谈 其实他要去的是纽约大学 因为之前陈希和谢南翔妈妈 一起装病骗了谢南翔 导致谢南翔没留住林念初 心里一直很不好受 所以这一次他骗谢南翔爸妈 说自己要去加州 就可以放松谢南翔爸妈的警惕下 而他之所以选择去美国学习音乐治疗 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过去十几年 他光顾着追随谢南翔的脚步 如今终于走出来 决定为自己而活 谢南翔听后也为陈希开心 两人机长而小 梅大夫得知陈希要去美国后 也约陈希出来喝咖啡 并为之前隐瞒自己的婚姻 向陈希道歉 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 更没想过要欺骗你 但事到如今除了抱歉之外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的人生充满了谎言失望和无力感 如果你想一直坠落下去 请不要为了求求就拉上我 我还年轻 我总会有希望的 即使有过伤疤也会痊愈 我可以学会和这个伤疤和平共处 但绝不会和你一起掉下去 从来没看过你这么锋利的一面 不可以啊 这是我应得的 临走时为大夫送给陈希 一张绝版的音乐光盘作为礼物 陈希有些不屑地接过光盘就起身离开 走出咖啡馆 却直接把光盘扔进了垃圾桶 告别过去 陈希这次是认真的 周老师多大岁数了 他将来管我叫妈呀还是叫大姐呀 他离婚了 因为什么离得婚 是不是出轨了 他前期再婚了没有 这如果没再婚 将来动不动家里换个电灯泡 也找他怎么办 你还年纪轻轻的 机会有的是 你干嘛非找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呢 野春萌在仁华医院的实习即将结束 妈妈过来看他 野春萌告诉妈妈自己恋爱了 但妈妈一听说 野春萌恋爱的对象是他的老师 立刻表示不赞同 野春萌极力向妈妈说明周明对他的好 周明为了让他留在仁华医院 宁愿自己放弃仁华医院的职务 去临县培训住院医生 所以等实习毕业典礼一结束 野春萌就要去临县找周明 我和你一起去临县 你放心 我就是想和他好好谈一谈 我看我能不能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他 你既然那么喜欢他 你也拿出点信心来 他对你 如果像当初我和你爸一样 我也就放心了 仁华医院为实习生们召开毕业典礼 城主人特地把周明从临县请了回来 因为这个时候只有周明 最适合给这群学生们做临别赠言 周明表示自己仍然记得这些人 第一天来仁华市 经历了刮台风和停电 医院涌入大量病人 这群实习生们被迫上岗 救了数不清的病人 同时也闯了很多的祸 两年过得如此之宽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早已经离开了人华 周明还将十几年前自己毕业时 导师留给他的话 转赠给这些实习生们 希望你们永远铭记 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时的激动 希望你们永不忘记 治好第一位病人时的喜悦 希望你们永远能够体验到 手术刀划开病人皮肤时的战略 希望你们永远能够体会到 失去第一位病人时的局势 最终 当你们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医生时 不要忘记感受疼痛的能力 祝你们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不被世界和游戏规则所改变 希望你们勇敢长大 不忘初心 典礼结束后 周明回到他久违的办公室 仁华医院还算讲究 离开这么久 办公室仍然给他留着 叶春萌的妈妈找到周明 他询问周明对叶春萌是不是认真的 同时也想了解周明的病情 周明这次回来其实也是想手术 他一系列病症 是有一种心血管疾病引起的 如果治疗不当会引起中风和偏瘫 等一系列可怕的后果 周明不想拖累叶春萌 所以他想让叶春萌对自己死心 让叶春萌的母亲帮他演一场戏 但此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所有的话叶春萌都已经听到 叶春萌的妈妈知道了 周明对叶春萌是真心的 于是把时间留给他们自己 我们都是学医的 都能遇见这类手术的风险 万一手术失败 别说是重返手术台 就算是陪你散步都是不可能的 我不希望你以后面对这样的生活 你的未来不该是这样 我的生活怎么过 应该由我自己说了算 叶春萌已经打定主意 不论手术结果如何 在接下来的人生都会陪伴周明 两人再次紧紧相遇 几天后叶春萌陪着周明进手术室 周明拿着谢南祥和陈希 留给叶春萌女超人的画像 躺在病床上和叶春萌轻松谈笑 周明让叶春萌亲自参与手术 当作补送她的生日礼物 是我送你的手术刀吗 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站上台就得忘记你的名字 就当你是我的病人 看到的是一堆骨骼 肌肉 血管 神经 行了行了 别再拆了 再拆 我就上零岁了 只有给自己最轻的人动过手术 这把手术刀才算是真正握住了 你生日那天 我没能陪在你身边 今天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叶春萌感动落泪 并且当众俯身亲吻了周明 令在场的众人都十分感动 两人当众表白了彼此的心意 我爱你 我爱你 好好做个梦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好 走 叶春萌跟着程学文走进了手术室 投入了战斗 编剧和导演没有给出最终的结果 让我们只能自行脑骨 叶春萌帮自己最亲爱的人 战胜了病魔 敌人 对